大楚 皇城 永乐宫 宫门 大小丫鬟静静出出 提水送怕 络绎不绝 八个小太监分战两侧 低头垂目 丝毫不敢往里多看一眼 陈轩也在其中 却顾不得擦额头上的冷汗 反而咬牙瞠目 心里直呼卧槽 我这是 穿越了 前身也叫陈轩 大楚声名赫赫的平南王之子 只可惜 一月前 平南王被污蔑谋反 一三足 好在前身刚出生时 就被预感不妙的平南王 送到清姓家里收养 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少之又少 才勉强躲过一劫 可事后却依旧被牵连 送入宫中 行宫行 好巧不巧 行刑之人 是平南王清姓 满天过海 将陈轩留在了宫中 几日前 皇帝查抄平南王救部 所有残部 全被残忍诛杀 前身惶惶不可终日 被活活吓死 他这才顺势穿越过来 他奶奶的 我这也太倒霉了吧 陈轩心里哭惨 想到没有真的被禁身 才松了口气 要是真成了太监 他宁愿一头撞死 可话说回来 他毕竟是平南王的亲儿子 又是这永乐宫里唯一带把的 万一被发现 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砍的 老天爷 你这是要玩死我了 贵妃娘娘沐浴更衣 你们谁愿意成天之幸 伺候娘娘沐浴 一个小宫女来到门前站定 冷目扫过八个小太监 扑通 扑通 陈轩还没听明白 旁白的七个小太监 已经争先恐后地跪倒在地 浑身瑟瑟发抖 恨不得把头埋在裤裆里 这点勇气都被没有 活该当太监 陈轩撇着嘴 心里鄙夷 能成为贵妃 怎么也得比前世那些 大明星网红好看吧 为美女洗澡 这可是美差 有必要怕成这样 难得你还站着 救你了 立刻随我进去 别让娘娘久等 小宫女意外地看了陈轩一眼 像看着傻子 七个小太监 更是气气松了口气 看着陈轩的目光 都带着幸灾乐祸 甚至还有些怜悯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用不着羡慕我 陈轩也没有在意 拍拍屁股 跟着小宫女走了进去 永乐宫 据说是皇帝专门为 迎娶苏贵妃建造的殿宇 里面金碧辉煌 威严肃穆 应有尽有 陈轩被带到苏贵妃请宫 一路上眼睛都看花了 不愧是贵妃 还挺会享受的 此刻 面前是一帘巨大的帘幕 将房间分隔成两半 透过帘幕 隐隐可以看到 里头放着一个 巨大的木制澡盆 七八个宫女 不断往里倒水 还洒入各种各样的花瓣 香气扑鼻 不过 这位姐姐 这里这么多宫女 贵妃娘娘 为什么偏要太监伺候 就算太监不是男人 可毕竟也不是女人啊 还是说 这苏贵妃 有这种癖好 你是新来的吧 小宫女同情地看她一眼 看到那边的毒酒梅 就是为你准备的 毒酒 陈轩差点没跳起来 心里拔凉拔凉的 怪不得那几个小太监 那么害怕 怪不得他们看自己的眼神 就跟看死人一样 原来苏贵妃的癖好 是洗完澡 直接把小太监弄死 这算什么 姐姐 我真是新来的 不懂事 你看要不换个人 我这笨手笨脚的 只适合干粗活 哪能给贵妃娘娘沐浴啊 陈轩撅着脸 表情比哭还难看 这苏贵妃也太狠了 而且 别看她一身太监打扮 却是个妥妥的男子汉 这要是被发现 别说自毒酒 千刀万剐都是轻的 小宫女瞪她一眼 没等说话 连幕后 传来苏贵妃的声音 人到了吗 进来吧 声音很清冷 也很青涩 以陈轩前世的经验 她可以肯定 这位苏贵妃 绝对是一等一的大美女 可她不想死啊 是 娘娘 小宫女连忙答应 警告看向陈轩 赶紧进去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 现在就被乱刀砍死 陈轩气得直跺脚 当场自闭了 得 去也是死 不去也是死 老子豁出去了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一咬牙 掀开帘幕 来到木桶前 只看一眼 当场呆住了 好美 苏贵妃玉体横沉 泡在温水里 火辣的身材 简直比前世 那些超模还要火爆 晶莹剔透 宛若美誉 精致的脸颊浑然天成 绝对胜过陈轩上一世 电视上见过的 任何一个女明星 陈轩老脸一红 瞬间把毒酒的事 抛在脑后 狗奴才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本宫搓背 一声怒斥 把陈轩从想象中 拉回来 苏贵妃心眉如见 目光威严十足 尽显上位者的风范 狗奴才 这个称呼可不好 不过 给你搓背 那可是求之不得 娘娘息怒 我这就给你搓背 陈轩暗纳下情绪 小心走上前 娘娘 我为你宽衣 陈轩心情激动 而且 她真的没别的意思 洗个澡 怎么也得 把衣服脱了吧 嗡 可下一刻 就见苏贵妃 像是触电一般 猛然睁开双眼 看到面前的场景 原本威严的脸 瞬间爬满红韵 连带着脖子 也红了个通透 大胆狗奴才 你竟敢 怒斥间 连忙拉过衣物 将身体遮住 一双美目 怒视着陈轩 即便有万般羞涩 却依旧掩饰不住 滔天的怒火 来人 拿毒酒来 再挖去这狗奴才的眼睛 本宫要让她受尽折磨 不得好死 啥玩意 陈轩一个机灵 瞬间就怂了 别看着女人 美得跟狐狸一样 要弄死人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刚刚怎么就没把持住呢 这个 这个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陈轩哭笑不得 我也不想这样 可手不听屎话啊 这样 我去换个小太监来 保证把娘娘 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说完 转身就要跑 开玩笑 要是再不跑 小命就没了 该死的狗奴才 你跑得了吗 快来人 杀了他 杀了他 苏贵妃握着粉拳 美眸里阴红未退 却杀鸡尽险 此等侮辱 必须用这狗奴才的命 才能洗刷 你来真的 不就看了你两眼吗 用得着这样 陈轩彻底急了 这要是真被人发现 她就是有一百条命 也不够砍的 这女人 分明是要把她往死里逼呀 她奶奶的 老虎不发威 你真当我是病猫 小娘们 这都是你逼我的 老子就算要死 也要舒舒服服地死 眼看走投无路 陈轩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突然转过身 毫不犹豫地 朝着苏贵妃扑了过去 你你 你要干什么 啊 苏贵妃吓得花容失色 想要逃 已经来不及了 扑通 陈轩纵身一跃 直接跳进了木桶里 啊 你这狗奴才 住手 你要是敢乱来 我饶不了你 苏贵妃神色俱变 尖叫连连 陈轩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她手足无措 你都要杀我了 你说 我敢不敢乱来 陈轩得意一笑 看着面前的家人 仅存的恐惧 也瞬间烟消云散 而苏贵妃威张着阴唇 婉落实话 一张脸红了个通透 又是愤怒 又是羞涩 眼睛一红 差点落下泪来 小太监 你死定了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小太监 求求你 住手 苏贵妃泪眼朦胧 话语里带着哀求 眼里又是恐惧 又是愤恨 又是娇羞 一个小太监 什么也做不了 就是为了故意侮辱他 你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别急 好戏还在后面呢 陈轩得意一笑 不依不饶 只要你现在住手 我可以当作一切都没发生过 何况 你一个太监 也不 话说了一半 戛然而止 苏贵妃美目放大 震惊到了极点 你 你不是太监 怎么会这样 被拆穿身份 陈轩一点也不害怕 反正横竖都是死 这顶绿帽 皇帝老戴定了 现在才发现 会不会太晚了 宝贝 我来了 哎呦 谁救我头发 话没说完 头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接着身子一倾 整个人直接被提了起来 又被狠狠扔在地上 谁 打扰了老子的好事 陈轩摔了个七婚八素 抬头一看 又是一代 面前 站着一个女人 一身素雅的紧身符 将恶魔的身姿 凸显得凹凸有致 头发扎成马尾 成熟干练 脸蛋精致美丽 甚至不输给苏贵妃 可和苏贵妃不同 此女脸上完全没有表情 像是一块寒冰 这个女人 绝对不好惹 陈轩暗暗嘀咕 耸了大半 忽然感觉后背一凉 一抬头 正好和女子四目相对 冰冷的杀意 让陈轩从头梁到了脚底 完了 这个女人 要杀我 该杀 冰冷的声音 含义彻鼓 女人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 像是利剑 直挺挺地朝陈轩胸口刺来 她奶奶的 没想到 这一次居然死在女人手上 窝囊啊 陈轩紧闭上眼睛 心中无奈一叹 不出意外的话 她的穿越之旅 到这里 就将结束了 红灵 住手 苏贵妃的声音 及时传来 名叫红灵的女人 右手一顿 不偏不倚 正好停在陈轩的喉咙前 好险 陈轩咽了口唾沫 冷汗直冒 她毫不怀疑 若是再晚一分 她的小命 就要交代了 苏贵妃披着尸透的衣裳 眼睛死死地盯着陈轩 带着三分疑惑 三分愤怒 三分羞涩 给陈轩一种 调戏了梁家妇女的感觉 如此祸国殃民的贵妃 皇帝老儿没碰过 谁信啊 说 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皇后齐燕那个贱人 那贱人三番两次 想置本宫于死地 今夜 又让一个男人来侮辱本宫 齐燕 本宫和你势不两立 不死不休 苏贵妃咬牙切齿 愤怒难当 脸上的红韵 依旧没有退去 陈轩脸色一阵发青 看看苏贵妃 再看看旁边的红灵 明知必死的处境 却忽然摇头笑出声 闻闻右手 仍有余香 没人派我来 不管你信不信 这真的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要杀要刮西听尊便 能一清方泽 我就是死也无憾了 你 苏贵妃咬着银牙 心里又羞又恨 此人 竟如此大胆 真不怕本宫杀了你 哼 算你有几分胆色 你要是想活命 也不是不可能 苏贵妃忽然画风一转 眉目在陈轩身上上下打量 任谁也看不出 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真的 陈轩瞬间大喜 眼巴巴地看向苏贵妃 别看他刚刚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真要有活命的机会 傻子才想死呢 自然是真的 本宫一言九鼎 还能骗你不成 不过 你得答应本宫两个条件 苏贵妃面容清冷 伸出两根玉纸 第一 你得无条件帮本宫做一件事 不能拒绝 陈轩原本一脸喜色 一听这话顿时皱起眉头 这个 能说清楚是什么事吗 万一你让我去死 难道我也得答应 本宫要想杀你 用得着这么麻烦 苏贵妃瞪他一眼 脸颊忽然爬上一丝红玉 本宫要你做的事 是全天下男人都无法拒绝的事情 占了便宜还卖怪 全天下男人 都无法拒绝的事 陈轩一震 眼睛盯着苏贵妃直转悠 这样 行 我答应了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开始 我年纪还小 得先做点思想准备 你 混账 苏贵妃一张脸 再次红了得通透 气得直跺脚 这死人 也太可恶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时机成熟 本宫自有安排 还真是这事啊 陈轩傻了 脑子晕乎乎的 原来 这女人喜欢自己掌握主动权 早说嘛 第二个条件呢 苏贵妃哼了一声 眼里狠色一闪而过 第二个条件 你必须利用太监的身份 潜入永安宫 监视皇后那个贱女人的一举一动 随时向本宫汇报 啥玩意 监视皇后 陈轩张着嘴巴 心里真的想哭 她现在已经浑身都是麻烦 哪还有胆子去监视皇后 怎么 你不愿意 苏贵妃目光一邪 含义逼人 不愿意也没关系 本宫也不介意 把你交给皇上 你说 陛下是会折磨你 让你生不如死 还是 割掉你本就不该存在的地方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陈轩瞬间咽了 最迷人的最危险 这苏狐狸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 算你狠 不过 你确定 真不会秋后算账 我呢 保险起见 还是问清楚比较好 秋后算账 你还不配 苏贵妃一脸不屑 记住 刚刚的事 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 特别是你的身份 若敢泄露一个字 本宫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红灵 送她出去 今夜宫里所有丫鬟太监 全部处理掉 遵命 红灵公身答应 抓住陈轩的胳膊 很快消失在房间中 苏贵妃站在木桶边 看着纷乱的花瓣 脸红得像是苹果 滚烫如火 记住娘娘的话 如果不想死 就别想着耍小心思 红灵 把她扔到私里间门口 丢下一句话 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陈轩好不容易站起来 才发现整套衣服都湿了 妈的 这是在生死边缘反复横跳啊 好在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死里间 说白了就是太监窝 隔着老远 都能闻到一股臭味 这破地方 还真不是人呆的 嫌弃嫌弃 陈轩别无选择 只能捏着鼻子往里走 可刚踏进门槛 就见一张精致的小脸 正诧异地看着自己 小轩子 你不是去伺候贵妃娘娘沐浴了吗 怎么还没被刺死 红莺心中惊讶更甚 作为苏贵妃的贴身侍女 她很明白娘娘的性格 凡是碰了她身体的男人 即便是太监 也难逃一死 可为什么 姐姐很意外吗 谁让咱们有一手祖传的按摩手艺呢 把贵妃娘娘伺候舒服了 她自然就放过我了 陈轩抱着胳膊 笑容得意 红莺撇撇嘴 做怀疑状 吹牛 你不会是逃出来的吧 怎么是吹牛呢 陈轩凑上前 挑逗地竖起眉毛 你要是不信 现在就可以试试 真的 你要是敢骗我 你就死定了 红莺半信半疑 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还是跟着陈轩来到房间 乖乖躺在床上 哈哈 今天我就好好展示一下我的手艺 陈轩活动双手 目光上下打亮 不愧是苏贵妃的贴身侍女 身材和颜值绝对没得说 欣赏一番后 陈轩当即下手 来了个正宗的泰式SPAW 虽然没学过 可她上辈子一个星期 要去八次洗浴中心 无论是手法还是力道 早就滚瓜烂熟 一番按摩下 红莺早已沉浸其中了 许久之后 陈轩才停下来 怎么样 感觉如何 红莺伸来的懒腰 哇 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你的手艺还真不错 改天带小姐妹来试试 陈轩眼睛放光 欢迎欢迎 多多一扇 不对 红莺那个女暴龙除外 送走红莺 陈轩躺在床上 久久无眠 一个晚上 都在生死的边缘徘徊 不过 好像也不亏 迷迷糊糊睡去 天才刚亮 就被敲门声吵醒 打开门 是红莺 姐姐 这么早来敲门 是不是又想按摩了 红莺白她一眼 赶紧跟我走 娘娘要见你 永乐宫 今日的苏贵妃 换了一身淡黄色长袍 上面 袖着金丝凤黄 栩栩如生 脚踏七彩莲玉鞋 头戴九龙四风冠 面容华贵 体态威严 看得陈轩眼珠子 都差点瞪出来了 这还是 昨天的苏贵妃吗 没 太美了 陈轩 本宫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陈轩一愣 却见苏贵妃衣袖一挥 面容愤愤 就在刚刚 皇后齐音派人 送来请柬 邀请本宫前往永安宫赴宴 齐音那个贱人 日日夜夜都盼着本宫去死 这必是红莺燕无疑 而且本宫得到消息 齐音结识了 大楚第一才女上官雪 只怕是想借上官雪的手 来压本宫一头 陈轩依旧一头雾水 既然这样 娘娘不去不就行了 那见人岂不是以为本宫怕了她 我苏寒烟 从来不拘人下 苏贵妃冷灰衣袖 目入真容 那娘娘是想 苏寒烟 这名字挺不错 可想到某个可能 陈轩心脏扑通扑通直跳 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宴会 你陪本宫去 若能挫挫其烟的锐气 本宫有重伤 陈轩苦笑着咽了口唾沫 要是不能吗 若不能 你便失去了价值 至于后果 苏贵妃嘴角含笑 倾国倾城 可在陈轩眼里 却和恶魔没多少区别 这 你昨晚可是答应过的 而且 这跟直接杀了 我有什么区别 陈轩欲哭无泪 都说半君如半虎 可谁知道 这母老虎更不好伺候 苏寒烟转过头去 画风也跟着一转 你觉得 红莹怎么样 啊 挺不错的 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可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苏寒烟嘴角一勾 让人琢磨不透 你若做到了 本宫便把红莹赏赐给你 如何 真的 可你不是说 不能暴露我的身份吗 陈轩激动的差点叫出来 又怕被苏寒烟下套 谨慎地问了一句 苏寒烟淡淡一笑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陈轩的反应 红莹是本宫从娘家带来的侍女 从小和本宫一起长大 本宫信她 不得不承认 陈轩心动了 好 我答应了 不过 娘娘可得说话算话 不去 只有死路一条 要是去了 说不定还能抱得美人归 那就豁出去了 赌一把 苏贵妃嘴角笑容浓郁 眼中闪过一抹异彩 好 陈轩 但愿你不要让本宫失望 永安宫 不愧是皇后请宫 可比永乐宫大多了 苏寒烟赫然在前 红莹和红铃左右搀扶 陈轩跟在后面 左瞧瞧 又看看 活脱脱留姥姥进大观园 同时心里默默祈祷 皇后啊皇后 你可别整幺蛾子 要不然 我这小命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呢 参见贵妃娘娘 皇后娘娘在后花园设宴 请 永安宫首席丫鬟翠喜 弯腰行李 带着几人往后花园而去 只是他冷淡的态度 让陈轩有些不爽 一个小丫鬟 就拽成这样 那皇后还不得 把尾巴翘上天 妹妹可算来了 本宫还以为 今天要白 忙回一场了吗 悦尔的声音 让陈轩下意识抬头 只见后花园里 落荫缤纷 百花起立 说话的人 坐在宴席中央 高贵的锦袍 威严华丽 头戴九龙九凤冠 象征着后宫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而且更重要的是 美 太美了 身段风流妖娆 浑然天成 特别是那张脸 巧夺天宫 像是上天的杰作 只看一眼 陈轩就呆住了 他发誓 这绝对是他 见过最美的女人之一 和苏寒烟不同 美丽中 净显成熟妩媚 一颦一笑 都足以倾国倾城 当朝皇后齐烟 果真不同凡响 姐姐亲自下请柬 妹妹要是不来 岂不是不识抬卷 苏寒烟淡淡一笑 往齐烟对面一坐 挺胸抬头 气势上完全不落下风 难得妹妹赏脸 姐姐特意铭鱼厨 做了些南方菜 希望和妹妹的口味 齐烟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 一举一动 都有种大家闺秀的风范 难得姐姐记得 妹妹是南方人 有心了 苏寒烟笑着回应 目光没有丝毫波动 陈轩站在他后面 无奈地撇嘴 别看这两女人 表面心平气和 背后已经不知道 过了多少招 女人之间的争斗 果真恐怖如斯啊 很快 菜饭一一上计 整整十八道 不多不少 天上飞的 地上走的 何里游的 应有尽有 花样简直比前世 那些五星级饭店还多 陈轩看得直流口水 可他一个小太监 只有看着的份 妹妹 难得今日小聚 正好这后花园中百花齐放 甚是美艳 不如趁此机会 迎师作乐一番 如何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齐烟嘴角微挑 目光挑衅 苏寒烟心里冷哼 果然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后花园景色虽吼 可陛下不在 本宫也没有多少雅兴 瞧妹妹这话说的 陛下不在 你我姐妹更该尽兴才是 正好 上官小姐云游四方 在本宫这里做客 听说妹妹对试词歌赋 颇有研究 特意想请教一番 妹妹总不会辜负 上官小姐的一番苦心吧 齐烟寻寻善幼 玩味十足 话落 她身旁一位女子 缓缓起身 朝苏寒烟抱拳行礼 上官雪不才 请贵妃娘娘赐教 听到此话 陈轩埋头苦笑 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皇后也真是的 一群女人 玩什么迎师作福 可当看到说话的上官雪 眼睛忍不住一亮 眉清目秀 英姿飒爽 活脱脱一个上官玩在世啊 刚刚居然忽略了 这么一位大美女 失败啊失败 苏寒烟当即皱眉 上官雪 京城赫赫有名的才女 失辞双绝 齐烟为了对付她 还真是费尽了心思 可不这儿屈人之兵 从来不是她的风格 既然姐姐有如此雅兴 那妹妹就奉陪到底 好 齐烟大喜 不过既然要比试 没有彩头怎么行 这样吧 你我姐妹哥拿十万两 算是助兴 如何 十万两 陈轩惊了 这赌注可一点也不小啊 苏寒烟粉全握紧 眼中寒芒闪烁 十万两 她拿得出来 可要是输了 往后她在齐烟面前 可就永远抬不起头了 陈轩 你有多少把握 陈轩想了想 六成吧 她不知道这个年代的诗词 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说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 可不管怎么说 她前世读过的那些诗词 加起来应该不会输给一个女人吧 六成 苏贵妃一惊 随即一咬牙 十万两就十万两 不过妹妹 要是侥幸赢了 姐姐可否割爱 将陛下赏赐的签记令送给妹妹 齐烟笑容瞬间消失 眼睛死死盯着苏寒烟 很快 又烟然一笑 好 要是妹妹你输了 也别怪姐姐和你要两个人 谁 红灵 还有红鹰 闻言 苏寒烟全都握紧 眼里闪过一丝冷意 转瞬即逝 红灵和红鹰 是她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齐烟提出这个条件 齐心可诛 不过 到了现在 已经没有退路 一言为定 气氛 在一瞬间凝重 哪怕是陈轩 心里只想哭 表面上 这是典型的后宫纷争 赌钱 赌人 可她 赌的是命啊 在下献丑了 上官雪再度行礼 摇着折扇 在花园中踱步 看到纷繁飘落的桃花 灵感波发 雨过绿园伤满堤 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里花开尽 唯有青青草色齐 一手七律 工整雅致 有景生情 算是终尚品 皇后齐烟满意一笑 率先鼓掌 身后的丫鬟侍女 也纷纷赞不绝口 不愧是有名的才女 单是这手七律 就超过了整个大厨九成的读书人 在下不猜 请贵妃娘娘赐教 上官雪再度行礼 没有炫耀不屑的意思 可苏贵妃和红灵 红鹰三人 脸色却变得很是难看 他们读过诗书不假 可要想做出超过上官雪的诗词 还真没这个本事 难道 这才第一首诗 就要拜了 妹妹 请吧 当然 要是妹妹想提前认输 也不是不可以 齐烟雨笑奄然 目光得意 一切尽在掌握中 要不我来试试 关键时刻 陈轩站了出来 人畜无害 所有人齐齐转头 看到说话的是个小太监 纷纷不屑 大胆 娘娘面前 哪轮到你一个太监插嘴 翠喜皱起眉头 冷声呵斥 皇后瞥了眼陈轩 笑容嘲讽 妹妹莫非手下无人 连太监都派出来了 岂不是有损皇家礼仪 不过 姐姐可以为你破回令 当然 要是这小太监敢糊弄本宫 本宫就当着妹妹的面 把他身上的肉 一刀一刀割下来 我去 这么狠 陈轩浑身冒汗 欲哭无泪 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 老祖宗成不起我了 请 赐教 上官雪朝陈轩作一 表情古怪 本来想说 请小太监刺教 话到嘴边 又临时改了口 上官小姐客气了 切磋切磋而已 陈轩目光都在他精致的小脸上 都快移不开了 擦擦口水 张口就来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第一句迎出 全场响应平平 上官雪眉头轻挑 面露不喜 陈轩表现出来的水平 让他感觉受到了侮辱 此句普普通通 以奴婢看来 只能算勉强 和上官小姐比起来 差得远了 翠喜哼了声 率先发表看法 齐烟看向苏寒烟 气势凌人 这小太监 若只有这点本事 妹妹 姐姐劝你 还是早点认输 也不至于丢尽脸面 苏寒烟脸色不太好看 心里打鼓 这陈轩 不会真只有这点水平吧 那本宫今天 岂不是亏大了 只有陈轩不紧不慢 摸着下巴 胸有成竹 大家先别急嘛 我还没写完呢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好诗 好诗啊 陈轩脸不红心不跳 自己拍手叫好 为了保存实力 他刚刚只是故意藏桌罢了 要不然 随便拿出来一首 还不闪瞎你们的狗眼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上官学陡然一惊 嘴里喃喃自语 眼里的不屑 瞬间一扫而空 但这简单一首诗 这小太监的才华 便绝不简单 好 好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姐姐 不知道这一句如何 原本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苏寒烟 顿时大喜 猛然抬起头 针锋相对 这 齐言表情一致 心里又惊又疑 陈轩的前两句 的确不如上官学 可这最后两句 无论是辞早还是寒义 都比上官雪高了不止一筹 难道 自己就这么败了 翠喜见皇后下不来台 当即怒视陈轩 你一个小太监怎么可能写出这等诗句 我看是从哪里抄来的吧 欺骗皇后娘娘 这可是死罪 齐言猛然转头 凌厉的目光落在陈轩身上 我去 好厉害的眼神 陈轩和齐言对视 忽然有种浑身被看光的感觉 不愧是皇后 这气势不是一般的强 大胆 苏寒烟拍案而起 怒视翠喜 小小丫鬟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余地 见翠喜下的不敢吱声 苏寒烟美目 才落在齐言身上 莫非姐姐觉得 只要胜过上官雪 就是抄得不成 岂不是一笑大方 齐言笑容收敛 清晖长笑 妹妹不要误会 这只是吓人的意思 何必交真 不过话说回来 区区一个小太监 齐言话没说完 意思却谁都懂 苏寒烟目光冰冷 显然心里不服 正要发飙 陈轩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娘娘 吓人没眼光 不懂事 你又何必交真 气坏了身子可不直 苏寒烟差一回头 看到陈轩朝他眨眨眼 哼了一声 缓缓坐下 陈轩面向齐言 不急不躁 笑意连连 我只是一个小小奴才 名不见经传 娘娘有所怀疑也正常 至于这诗嘛 桃金百鱼尺 花落成枯枝 终然独不见 流泪空自知 桃李出身景 花燕经上春 一跪赴一剑 观天起游身 一番桃李花开尽 唯有青青草色齐 这样够不够 不够我还有 况是青春日将木 桃花乱落如红雨 写诗而已 不是张嘴就来吗 用得着抄 陈轩双手一摊 一脸嚣张欠奏的表情 没错 哥还真是抄的 不过是抄前是上下两千年的那些先贤大能 有本事 你们也抄一个试试 笔诗词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 齐言呆住了 小嘴微张 不可思议 翠喜更是像见了鬼一样 震惊不已 一手可以说是抄的 可陈轩一连做出这么多手 又能往哪里抄 好好好 陈轩 本宫果然没看错你 苏寒烟又惊又喜 扬眉吐气 姐姐 这下你还有何话说 齐言秀眉轻挑 感觉丢了颜面 可不等答话 上官雪率先走上前 朝着陈轩拱手作一 阁下大财 这一手 是在下书了 还请两位娘娘出题 你我再次比过 见她眼中浓浓战意 陈轩笑得玩味 这女娃 长得这么水灵 怎么偏偏不服输呢 好 今天本才子就让你输得很有节奏 既然上官姑娘都这么说了 那我只能奉陪到底了 齐言看了眼上观雪 等看向陈轩时 一丝杀鸡一闪而逝 也好 妹妹 这一提便由你来出吧 苏寒颜眸子转动 看了看陈轩 缓缓开口 这一轮便以情字为题 如何 陈轩甜甜嘴唇 这苏狐狸还真向着我 情这个东西 我最拿手了 上官姑娘 要不你先来 要不然 我怕你没有开口的机会啊 上官雪沉阴片刻 缓缓迎来 曲栏深处众相见 云泪微人颤 七两别后两应同 醉事不胜清怨月明中 半生一分孤眠过 山枕谈恨渊 一来何事最销魂 第一折之花样化罗裙 上官雪袖没青醋 声音七晚 短短两却词 却让在场的人 纷纷红了眼 哪怕是苏寒颜和齐嫣 似乎也想起了那些 会有折之涂样的彩色罗裙 感同身受 上官姑娘不愧是有名的才女 但这一首词 就足以让天下女子为之落泪 齐嫣微微叹息 随即看向陈轩 小太监 该你了 上官雪再次作医 眼中没有丝毫傲意 阁下 请赐教 苏寒颜回过神 不由为陈轩担忧起来 哪怕是红鹰 也紧张地握紧了双拳 上官雪这一首词 堪称绝妙 陈轩 真的能赢吗 没想到上官姑娘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丰富的阅历 佩服佩服 不过 看到贵妃娘娘打扮得如此漂亮 我才思泉勇 也有一首词奉上 陈轩朝苏寒颜眨眨眼 暧昧中带着一点玩味 看得苏寒颜俏脸英红 却莫名期待起来 这家伙 又想耍什么花样 官官聚咎 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陈轩摇头晃脑 念了首官居 呀 苏寒颜俏脸更红了 心脏砰砰直跳 这家伙 这是在向我表白吗 胆子也太大了吧 齐烟和上官雪纷纷一正 偷偷念了一遍 当场惊为天人 此时短短十六字 却字字朱击 写进了春心懵动的男男女女 经典 太经典了 只是 他一个小太监 怎么会懂这些 嗨嗨 热热场而已 大家随便听听就好 陈轩老神在在 四十度角仰望天空 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 寒蝉妻妾 对肠挺晚 咒语出歇 都门障隐无序 留恋处 蓝舟催发 指手相看泪眼 静无语凝掩 念去去 千里烟波 默矮沉沉处天阔 在陈轩深情的朗诵下 全场 静谜无声 无论是苏寒烟 还是齐烟 乃至红阴和上官雪 都纷纷红着眼 神色七万 眼前 似乎浮现出江南烟雨下 一对情人 依依不舍分别的场景 凄苦 悲凉 无奈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 冷落 清秋节 今宵九醒何处 杨柳暗 小风残月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随着陈轩最后一个自落下 场景 似乎定格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苏寒烟难难自语 眼圈通红 神色凄苦 她虽是贵妃 风光无限 可终归也是女子 独自在这深宫之中 步步惊心 哪怕再年轻 再美丽 又能如何 到头来 终究是一堆红颜枯骨 陈轩的这首词 完完全全 写进了她的心里 写出了她的心声 对面 奇言也是如此 心里的感受 几乎和苏寒烟一模一样 空虚和寂寞 被无限放大 心里空落落的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美看 冷落 清秋节 好 好一首风花雪月 阁下大才 上官雪 无体投地 上官雪神色探服 对着陈轩 深深一拜 只这一首词 就足以让她望尘莫及 今日 她说的心服口服 上官姑娘太客气了 哪天咱们找个地方谈谈风月 谈谈理想 岂不更美哉 陈轩一脸得意 不是你不够优秀 而是遇到了更优秀的我 同情你 姐姐 如今两局已过 妹妹都侥幸赢了 这第三局 还有比试的必要吗 苏寒烟直视齐烟 笑得合不拢嘴 对陈轩 更是一百个满意 以往 她都被齐烟压着一头 今天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想不到 妹妹手下 居然有如此能人意识 不过 要想赢 得过最后一关才行 齐烟脸色不太好看 缓缓站起身 阴沉的目光直射陈轩 这最后一轮 不必试词 本宫出一上连 你若能答对 便算你赢 此言一出 满堂皆惊 皇后娘娘 居然要亲自出联 这小太监 敢对吗 苏寒烟咬着嘴唇 心里愤愤 这齐烟 不是明着耍赖吗 不等反驳 齐烟长袖一挥 已然出联 有木也是齐 无木也是齐 去掉齐边木 夹嵌便是漆 龙游浅水鱼虾系 虎落平阳被犬漆 话音一落 全场 寒蝉若惊 皇后娘娘 生气了 虎落平阳被犬漆 这个犬 指的不就是陈轩吗 上官雪看向陈轩 紧张中透着期待 这个对联 他一点头绪也没有 陈轩 能对上来吗 就连苏寒烟 也气得直跺脚 这么难的对联 齐烟这个贱人 不就是故意为难陈轩吗 该死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陈轩哼了声 表情淡淡 朝着齐烟微微作一 娘娘 这个对联 我 你对不上来了吧 翠喜 呲牙咧嘴 仿佛圣券在握 来人 把这小太监千刀万剐 陈轩哼了声 脸色也冷了下来 娘娘 这丫鬟能代表您的意思吗 要是不能 就让他闭嘴 打狗找主人 陈轩深谙其道 小太监 你 闭嘴 翠喜咬牙切齿 却被齐烟一声怒斥 吓得脸色煞白 低下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陈轩哼了声 再次看向齐烟 娘娘 这副对联 我不是对不出来 而是怕对出来了 你们不敢听 不敢听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一副对联而已 有什么不敢听的 齐烟眉头一皱 目光忽然一凝 接着淡淡一笑 无妨 若能对出下脸 本宫恕你无罪 若是对不出 后果你清楚 又是这一招 陈轩撇撇嘴 这皇后 还真能装 既如此 那奴才斗胆了 陈轩一步往前 目光狡黠 各位且听好了 有水便是溪 无水也是溪 去掉溪边水 家鸟便是鸡 得意猫熊过虎 落水凤凰 不如鸡 陈轩吐子清晰 声音高昂 传遍整个后花园 话落 所有的人张大嘴巴 满面惊恐 战战兢兢 不得不说 这下脸 对得恭恭整整 绝妙异常 可是 落水凤凰不如鸡 娘娘骂你是狗 没问题 你一个小胎奸 居然骂娘娘 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死罪啊 气氛 在一瞬间凝重到了极点 杀鸡凌然 好 好脸 对战工整 比喻贴切 堪称绝是好脸 苏寒烟额头香汗淋漓 惊喜地拍手叫好 刷 齐烟原本阴沉的脸 在这一刻 变得铁青 因为愤怒 浑身都在发抖 像是一座火山 随时都会爆发 石破天惊 陈轩咽了口唾沫 心里咯噔一下 我去 不会玩大了吧 娘娘大人有大量 刚才又有言在先 应该不会 和奴才计较吧 齐烟猛然转头 冰冷的目光 朝着他看来 那一瞬间 一股寒意 从头梁到了脚底 这娘们不会说话 不算数吧 正胆战心惊 齐烟却忽然仰天大笑 好好 好一个小太监 我的好妹妹 你隐藏得好深啊 今日 本宫认输了 十万两 给你便是 至于千机令 是这小太监赢了本宫 自然归这小太监 齐烟大手一挥 陈轩手里 赫然多了一个东西 所谓的千机令 是一枚巴掌大小的令牌 上书千机二字 表面看不出 是什么材料制作 拿着却沉甸甸的 陈轩不知道 这东西有什么用 却差点没哭出来 这不是给了我 一块烫手的山芋吗 什么 苏寒烟猛然起身 眉头紧皱 他之所以答应赌约 就是为了这千机令 可皇后这件人 居然把令牌给了陈轩 妹妹莫非有意见 齐烟冷冷一笑 姐姐保证 只要千机令 在这小太监手中 就绝不会收回 可若是妹妹想抢夺 姐姐可不会冷眼旁观 好手段 苏寒烟心中不愤 面上笑着白手 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那妹妹照办就是 便宜这小太监了 话落 目光看向陈轩 愤愤而不甘 齐烟也转头向陈轩看去 眼底深处 闪过一丝好奇的同时 还有凌然杀鸡 陈轩握着千机令 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完了完了 这下把皇后也给得罪了 这后宫 还有我容身的地方吗 神啊 救救我吧 宴席很快散去 虽然没有大打出手 可无形中的博弈 却更加让人窒息 贵妃娘娘 这什么千机令我还真不想要 要不我偷偷送给你 除了永安宫 面对面无表情的苏寒烟 陈轩那叫一个如坐针毡 这可是皇后赏赐给你的 你给本宫做甚 苏寒烟哼了声 看都不看一眼 有这千机令 你便可以自由进出皇宫 这不是你希望的吗 不过 你最好把它保管好 要是弄丢了 可是会掉脑袋的 看着苏贵妃带着人离开 陈轩是真的想哭 不过 这千机令居然能自由进出皇宫 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这东西 逃出这鬼地方呢 回到私里间 陈轩只觉得浑身黏乎乎的 从昨晚到现在 冷汗出了一阵又一阵 不黏乎才怪呢 管他呢 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 先泡个澡再说 说干就干 好不容易找了个大点的木桶 里里外外洗了三遍 这才打满温水泡进去 啊 舒服 怪不得苏贵妃喜欢泡澡 这种感觉 就一个字 爽 舒舒服服泡了半个时辰 陈轩整个身心都前所未有的放松 刚要起身穿衣服 余光一瞥 屏风后面 一个小巧的人影缩成一团 正对着里面偷看 我去 谁 谁躲在那里 给我出来 陈轩连忙捂住裤裆 如灵大敌 好好的泡个澡 居然还被偷窥了 这算什么事 见人影没动静 陈轩充分发挥了不要脸的精神 再不出来 我喊非礼了 来人啊 有人偷看我洗澡了 快来抓贼啊 闭嘴 本小姐无聊路过而已 看你激烟怎么了 又不会掉块肉 用得着这样吗 翘声声的声音 让陈轩话语一致 就见屏风后 出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 穿着跟羊娃娃似的 粉雕玉镯 双手插腰 凶巴巴的看着陈轩 我去 好漂亮的小萝莉 陈轩惊艳当场 嘻嘻一笑 小妹妹 你几岁了 父母是谁 可曾婚配 你看这是闹的 想看可以正大光明的看吗 我又不会收你银子 我呸 不要脸 小萝莉胖嘟嘟的小嘴一脸 本小姐才不屑看你呢 啊 你 刘萌 咪咪 你敢亵渎本小姐 我要告诉父皇 后宫有个假态尖条戏我 让父皇来收拾你 看到陈轩起身 小萝莉修得直跺脚 转身欲走 说出的话 把陈轩吓了一大跳 连忙拉住她的胳膊 父皇 你难道是当朝公主 楚玉 大楚皇城 似乎只有这一位公主啊 居然被自己碰上了 你知道就好 本公主这就到一书房找父皇去 我的个亲娘啊 陈轩吓得魂都差点没了 她不但被公主看穿了假太监的身份 还得罪了当朝公主 这不是老寿星上吊 嫌命长吗 公主殿下 我这 我也不知道啊 你看我给你道个欠行不 要不你让我看回来 咱们就算扯平了 楚玉一听这话 一张脸红的能滴出水来 咬着牙拼命挣扎 臭流氓 你想得美 赶紧放开本公主 这小萝莉 怎么就这么酱了 陈轩哭笑不得 像是红小孩一样 小妹妹 这样 我温柔地给你道个歉 你别把这件事说出去 怎么样 楚玉双手插腰 愤愤咬牙 不可能 本公主绝不会放过你的 陈轩眼睛一眯 别这么绝嘛 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不能 楚玉信誓旦旦 陈轩贪贪手 一脸无奈 这样啊 那很遗憾 我只能采取另一种方法了 另一种方法 楚玉眼睛大睁 目光窃窃 你 你想干什么 啊 啪 陈轩的大手 结结实实 拍在了她的身上 现在怎么样 能不能商量 陈轩心里念了句 恶弥陀佛 脸不红 心不挑 而怀里的楚玉 在短暂的呆滞后 连耳根都红了 闭着眼睛大喊大叫 你 你居然打我 啊 姑奶奶要砍了你的手 不就是打了你一巴掌吗 用得着砍我的手吗 看来不动真格是不行了 陈轩撇嘴 她决定 好好给这小萝莉上一课 当即抬起手 又是一巴掌 最后问你一遍 到底能不能商量 不能 姑奶奶饶不了你这个臭流氓 小萝莉又羞又气 却依旧咬着嘴唇 脆声声回答 有喝 还敢骂我 我打 还敢不敢了 我就敢 小太监 死太监 还嘴硬 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瞧瞧 小太监 有种你就打死我 要不然 本公主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父皇 两个人逗着嘴 清脆的巴掌声响彻不绝 终于 第十五巴掌落下 小萝莉不骂了 却握着拳头闭着眼 哇哇大哭起来 我 你这个坏人 有你这样对待女孩子的吗 我答应还不行吗 别打了 疼死我了 我 陈轩手悬在半空 看着哇哇大哭的小萝莉 下不去手了 没办法 这小萝莉 跟个洋娃娃似的 谁看了不喜欢 就是这件事 不处理不行啊 会掉脑袋的 不打屁你也可以 那刚才的事 小萝莉擦擦眼泪 怯生生地看着陈轩 用力摇头 我不说出去 总想了吧 陈轩总算松了口气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 不过你怎么保证 万一一出门就把我卖了呢 小萝莉白她一眼 小脸呼得一红 本公主从来不说假话 答应你不会说出去 就一定会做到 再说了 这么大的后宫 你是唯一一个敢打我屁股的人 而且 你不是太监 因 休死人了 我去 陈轩彻底被这小萝莉的脑回路惊到了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这洗澡水还热着呢 要不要一起 呀 小萝莉心脏砰砰直跳 又羞又躁 随即用力摇头 不行 不行 要是被父皇知道 他会杀了你的 听到父皇二字 陈轩狠咽了口唾沫 像被浇了一盆冷水 见他如此模样 楚玉甜甜一笑 凑到陈轩耳边 陈轩 你就放心好了 刚刚的事 就当做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我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的 记得来找我玩哦 我就住在城前宫 不见不散 看着楚玉离去的曼妙背影 陈轩流鼻血了 如此看来 这后宫倒还挺不错的 陈轩心绪难平 穿好衣服 一咬牙冲向永乐宫 苏寒烟不是说好了 要把红莺赐给自己吗 正好 需要人 陈轩 难得你主动来找本宫 莫非是为了红莺的事 苏寒烟半躺在睡榻上 玩味的目光 似乎已经把他看透 陈轩刚大地搓搓手 我是专门来给娘娘请安的 不过既然娘娘提起 那就顺便问问 当初娘娘可是说好了 要把红莺赐给我的 你看这是 见陈轩急不可耐的样子 苏寒烟淡淡一笑 放心 本宫承诺你的东西 一样也不会少 只是很不巧 红莺出宫办事去了 陈轩期待的眼神 瞬间黯淡无关 对 又白来了 刚要告退 苏寒烟忽然扮作起身 陈轩 你心里莫非只有红莺 难道本宫连一个侍女 也比不过不成 什么意思 陈轩心脏砰砰直跳 听红莺说 你按摩的手法不错 这小妞 又想耍什么花样 陈轩拿捏不准 不过有便宜不战是王八蛋 我很愿意效劳 这一次 他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苏寒烟脸色微红 闭着眼睛 应该挺舒服的 就是苦了陈轩受尽折磨 我忍 我再忍 嗯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舒服 苏寒烟下意识出声 让陈轩瞬间破防了 陈轩 你要干什么 苏寒烟一惊 话语却并无多少坚定 我现在就要做你的男人 就算你要谋杀亲夫 我也认了 陈轩彻底红了眼 眼中满是疯狂 不要 苏寒烟顿时急了 羞愤不已 说到底 她终究是个妙龄少女 再看陈轩 长得也算英俊 才华绝世 不如从了她吧 承防军办事 无关人等 迅速回避 可下一刻 威严的声音 陡然将其打断 轰轰轰 陈们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似乎有大队人马 正朝着此处赶来 我去 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成心了吧 陈轩气得直骂娘 苏寒烟也清醒过来 狠狠白了她一眼 一转头 就见一个年轻统领 带着十几个城防军 涌入堂中 城防副统领张勋 拜见贵妃娘娘 苏寒烟冷哼 又恢复了清冷的模样 张勋 你胆敢带人 强闯本宫寝宫 胆子不小啊 张勋面无表情 末将凤皇后娘娘之命 捉拿贼人 还请娘娘见谅 说完 转头看向陈轩 大手一挥 来人 将这胆大妄为之徒拿下 刷 身后手下瞬间上前 将陈轩暗倒在地 动弹不得 苏寒烟脸色一变 右手一拍捉案 大胆 小轩子是本宫的人 岂戎儿等捉拿 还不快快放人 被打断好事的陈轩 更是气得咬牙切齿 姓张呢 我可什么罪也没犯 你凭什么抓我 张勋面容冷漠 举刀灵下 你区区一个小太监 胆敢欺负公主殿下 你说该不该抓 陈轩一听这话 脸色完全变了 那楚瑜 难道真把我卖了 你 你说我欺负公主殿下 可有什么证据 还是你亲眼看到了 张勋哼了声 就在刚刚 皇后娘娘见公主殿下 浑身湿透 受尽委屈 从司礼间出来 本统领已经审过 其他小太监 整个司礼间 只有你接触过公主殿下 不是你还能有谁 再者 本统领拿下一个小太监 何须证据 听他说得信誓旦旦 陈轩却偷偷松了口气 感情这只是你的猜测呀 既没有亲眼看到 小萝莉也没出卖我 那就万事大吉了 连证据都没有 靠猜测抓人 你这副统领 还真称职啊 赶紧放了我 否则老子和你没完 苏寒烟显然也动了怒 张勋 本宫命令你 立刻放人 在他看来 陈轩被抓 可完全不是 因为什么欺负公主 而是齐烟借此机会 打压他而已 张勋 是齐烟的人 抱歉 这是皇后娘娘的意思 一听这话 苏寒烟瞬间炸锚 怒气冲天 好一个齐烟 时时刻刻 都要和本宫作对 张勋 你听好了 陈轩若有任何闪失 就算闹到陛下那里 本宫也要让你偿命 对此 张勋完全不为所动 冷冷看了眼陈轩 将贼人带走 打入天牢 我尼玛 陈轩那个气啊 这混蛋 不但打扰了自己的好事 还要把自己抓进天牢 要不是对方人多势众 陈轩非把这姓张的 打得连他妈都认不出来 可现在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今天晚上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吧 两个士兵 把他扔进天牢牢房 拍屁股走人 陈轩摔了的气 气昏八素 气得张嘴就骂 张勋是吧 你给老子等着 等老子发达了 第一个把你变成太监 不 把你全家变成太监 气死人了 这算什么事 哟 第一次见进了天牢 还这么神气的 你这小太监 比小爷我还牛 在陈轩骂街的时候 吊儿锒铛的声音 忽然从身后传来 谁 陈轩吓了一跳 猛然转过头一看 就见三个年轻囚犯 坐在茅草上 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自己 刚刚说话的 是个圆润的小胖子 看着也就二十岁出头 体重绝对不下三百斤 根割肉球似的 嘴里叼着茅草 玩世不恭 至于剩下两个兽猴 一看就是狗腿子 你们 也是囚犯 陈轩有些想不通 按照他的想法 囚禁在天牢的人 应该都挺惨的 可这三个家伙 除了头发脏一些 穿着囚服 其他哪里有囚犯的样子 特别是那小胖子 嘴上的油还没擦干净 地上到处是鸡骨头 这也叫囚犯 谁信啊 不是囚犯 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 脑子有病 小胖子土掉茅草 上上下下打量着陈轩 小太监 你犯啥事了 难道和我们一样 逛青楼被抓进来了 哈哈哈哈 身后两个狗腿子 哈哈大笑 陈轩满头黑线 这小胖子 嘴巴还挺毒 妾 逛青楼有什么意思 老子玩的可是 算了 说了你们也不懂 三个小屁孩 懒得跟他们一般见识 又喝 小太监嘴还挺硬 小胖子昂首挺凶 一副老大风范 小爷 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 不过在这间牢房 小爷就是老大 懂了吗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小爷的仆人了 每天早上要给小爷捶腿 中午捏背 晚上揉脚 早饭晚饭 都得孝敬给小爷 除非小爷赏给你 否则 你一粒米 也不能吃 听懂了吗 看着得意洋洋的小胖子 陈轩无语了 感情现在坐牢 也这么那绝了 这小子 一看就没经历过 社会的毒打吗 什么狗屁规矩 跟我有毛关系 没事干拿脑袋撞墙去 别打扰老子 小胖子一听 笑得更欢了 则则 小爷坐了这么多次牢 还是第一次遇到 敢顶嘴的 大狗二狗 帮他松松鼓 顺便告诉他规矩是什么 好嘞 大狗二狗摩拳擦掌 把陈轩围在中间 想群哦 有本事单挑 陈轩可一点不怂 这小胖子 一看就是四体不清 五谷不分的少爷 至于这两条狗 瘦得跟竹竿似的 自己穿越前 可是练过伞打的 还怕你们三个小喳喳 单挑个屁 给小爷打 看他嘴能有多硬 小胖子话音刚落 大狗嗷嗷乱叫 第一个冲了上来 什么大狗 分明是疯狗吗 陈轩随口吐槽 接着飞起一脚 正中大狗的小腹 大狗哀悠一声 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胆水都差点吐出来了 你敢打我哥 我咬死你 二狗怒了 张牙舞爪 倒向个泼妇 躺下吧 你 陈轩不屑撇嘴 懒得和他纠缠 一个大鼻兜 二狗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鼻血都干出来了 疼疼 疼死我了 少爷 这小子太厉害了 我们打不过啊 废物 除了逛青楼 你们还能干吗 小胖子瞪着眼 像是生气的河豚 一把抄起旁边的板凳 一起上 跟他拼了 小爷连户不上书的儿子 都不怕 还怕你个小太监 看他气呼呼的样子 陈轩确实想笑 这小胖子 还挺可爱 行了 我可懒得跟你打 我可是在永乐宫 伺候贵妃娘娘的首席太监 只是不小心看到了 贵妃娘娘洗澡 所以来面壁一晚上而已 你要是把我给打了 就算你爹花再多的钱 也不可能把你弄出去 说不定 你得在这待一辈子呢 真的 小胖子傻眼了 手里板凳晃了晃 还是气呼呼地放了下来 奶奶的 这次就先放过你 你要是敢骗小爷 小爷玩不死你 陈轩撇撇嘴 果然和他猜的一样 这小胖子 只怕是哪家的少爷 犯了点事 被关几天而已 家里花点银子 随时都可以出去 和他们血拼 不划算 放心 我只骗女人 对男人没兴趣 陈轩撇撇嘴 短短一天 数次经历大起大落 只觉得身心俱疲 再看这天牢 不大不小 里面除了一块木板床 就只有两条板凳 都被那小胖子霸占了 陈轩只能一屁股 坐在茅草上 心里把张勋的祖宗 十八代都骂了一遍 也不知道苏寒烟 能不能把自己救出去 万一张勋在皇帝面前 乱说一通 自己和小公主的事被戳穿 那就彻底完犊子了 越想心里就越烦躁 干脆什么也不想 闭上眼睛睡一觉 可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无奈 只能看向那小胖子 那个 小胖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聊聊天怎么样 逛青楼好像不犯法吧 还是你那方面不行 青楼的小姐姐不满意 你放屁 小胖子嘴一撇 瞬间不干了 脸上肥肉一晃一晃的 拍着胸口 牛眼睛瞪着陈轩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 整个京城 谁不知道 小爷我王小二的名号 小爷十八岁生辰时 青楼一住就是一个月 谁能比小爷厉害 王小二 这个名字有个姓 陈轩来的兴趣 不是吹牛的吧 你要真有这么厉害 又怎么会被抓进来 小胖子一听 满脸愤愤不平 把板凳往地上一摔 还不是因为 户不上书的 那个混蛋儿子 前几天 有江南第一美女之称的 清官人柳轩 驾龄极了楼 小爷直接砸了十万两 让那小妞给小爷 弹弹琴 唱唱曲 可张浩那混蛋 一个铜板也不出 就想让柳轩陪他一晚 小爷当时就火了 让大狗二狗 把他狠狠打了一顿 王小二眉飞色舞 明明是争风吃醋 被他说得跟打仗一样 然后呢 他就把你抓进来了 陈轩好奇询问 抓个屁 王小二呸了声 别看他爹是户部上书 想抓小爷 他张浩还不够格 可气就气在 他有个在皇宫 当城防副统领的哥哥 据说那家伙 有皇后撑腰 还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从吉乐楼 把小爷抓进来了 说到这 王小二一脸愤愤不平 牙子欲裂 陈轩却一愣 城防副统领 他哥哥是不是叫张勋 对对对 就是那混蛋 你认识 陈轩冷笑 怎么会不认识 要不是那混蛋 老子现在还在享受呢 怎么会来到这鬼地方 真的 那咱们俩 岂不是同病相连 王小二眨着眼睛 像是找到了组织一样 他奶奶的 等老子出去 非弄死他不可 一个城防副统领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小爷用银子砸死他 见他气成这样 陈轩反倒笑了 听你这口气 似乎连户部上书 也不放在眼里 那可不 王小二拍拍胸口 整个京城 除了皇家 我老王家 还没怕过谁 王家 很厉害吗 陈轩皱着眉头 不是吧 你连老王家都不知道 小爷可是皇商 整个皇宫 所有的布料服装 都归我们家管 皇商 陈轩更懵了 古时候的皇商 地位不是很低吗 可这家伙 怎么拽得 跟二五八万似的 瞧你那没见过 世面的样子 待你当太监 王小二一脸鄙夷 随即挺胸抬头 你别看小爷胖 小爷的爷爷 那可是和太祖 一起打江山的牛人 太祖皇帝 亲自册封的成的大将军 就连先皇剑了 也得喊一声疏疏 只是后来词官不作 做回了染布的行当 成了皇商 别说一个户部上书 就是陛下 也不能把小爷怎么样 这妖妞 陈轩惊了 果然 人不可冒相了 别看小爷在天牢里 每天还不是大鱼大肉 伺候着 最多明天 我爹就能把小爷赎出去 张浩那小子 小爷非晚死他不可 见他不屑一顾的样子 陈轩眼睛一转 记上心头 再加上我一个 把他们两兄弟一起收拾了 他现在对那个张勋 可是恨之入骨 你 说不定明天就要被砍头了 小爷可没功夫浪费时间 我去 这是被鄙视了 陈轩撇撇嘴 瞧不起人 你信不信 最迟在明天午时 苏贵妃或者小公主 会亲自来把我接出去 王小二一听 顿时哈哈大笑 就连大狗和二狗 也笑得前仰后合 就你一个太监 苏贵妃和小公主 会亲自来接 真是笑死小爷了 我说你不会脑子有问题吧 陈轩没有解释 嘴角一挑 这样 要不咱们来打个赌 要是苏贵妃或者皇后真的来了 你就任我当大哥 对我言听计从 怎么样 王小二眼睛一瞪 你一个小太监也相当小爷的大哥 要是没人来救你呢 那我任你处置 想怎么样都行 好 小爷给你赌了 王小二憨憨点头 你要是输了 小爷这辈子都把你当马骑 陈轩没有说话 嘴角笑容越发浓郁 嘿嘿 小胖子 哥明天就送你个大惊喜 陈轩抱着茅草 准备对付一晚上 可王小二呼噜声太大 跟拖拉机似的 吵得他根本没法睡 要不是为了计划考虑 陈轩真想把他的嘴缝上 好不容易迷迷呼呼要睡着 一声冷喝 吓得他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废物 整整一个月 连个死球的嘴都撬不开 要你们有何用 陛下已经下了死命令 今天之内 再解不开卷轴的秘密 所有人 包括本首领 都要人头落地 陈轩抬头一看 却是一个统领模样的中年人 正在训斥手下 叫这么大声干嘛 吓老子一跳 信不信老子 呜呜 还没骂完 嘴巴忽然被王小二紧紧蒙住 小子 连护天位的首领 卓英你也敢骂 你自己找死 也别连连小爷啊 见王小二战战兢兢的模样 陈轩不由皱眉 那家伙很厉害吗 用得着怕成这样 王小二深吸口气 满是鸡蛋 护天位首领啊 专门保护陛下的 别说你我 七平以下的官员 可以直接先斩后奏 文武大臣 见了都得绕着走 你说力不厉害 这妖妞 陈轩惊了 却见王小二一脸神秘地凑到他耳边 小爷来了几天 偶然听说了一个秘密 你想不想知道 什么秘密 嘘 小声点 平南王陈忠明 你知道吧 陈轩一惊 兴起防备 当然知道了 不过不是因为谋反 一个月之前被灭族了吗 王小二四处看了看 压低声音 小爷听说 平南王被灭 并不是因为谋反 而是陛下看中了平南王的 一件逆天宝贝 想要抢过来 至于什么谋反 都只是借口而已 死 陈轩又惊又疑 还有这是 为何前身的记忆中 完全没有提及 到底是什么宝贝 连皇帝见了都眼红 王小二摇头 那是秘密中的秘密 我怎么知道 不过 据说得到宝贝的人 就可以众望所归 一统中原呢 而且 小爷听说 天牢最深处关押着的 世平南王的亲弟弟陈忠勋 现在整个大处 只有他一个人 知道宝贝的下落 陈轩舔着嘴唇 默默思考 呼得 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 俗话说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万一 这是真的呢 若是自己能得到那件 连皇帝都眼红的宝贝 岂不是能摆脱这种现状 大人 那陈忠勋的嘴实在太硬了 属下和周五把能试的酷刑都试了 他就是不松口啊 还有这卷轴 无论是用火烧 还是用药水浸泡 都完全没有效果 说不定是陛下的情报有误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呢 一个狱卒跪倒在地 恐惧而无奈 卓颖哼了声 冷漠的脸颊杀起逼人 这不是本首领要考虑的 如果今天太阳下山之前 你们还撬不开他的嘴 在本首领被陛下刺死前 一定先拿你们垫背 大人 这阵御族下的脸色大变 说话支支吾吾 恨不得当场一头撞死 需要帮忙吗 我很乐意效劳 陈轩找准机会 走到铁门前 冲着影露出和善的笑容 小太监 不想死 就别多管闲事 卓颖冷哼 冷漠的眼神 让陈轩打了个寒战 我去 怪不得能做皇帝的保镖 光这眼神 就能把人吓死 大人 你别看我只是个小太监 在审讯方面 还是有一套的 当然 你要是不信 我就算了 等陛下怪罪下来 咱们两个谁先死 还不一定吗 刷 卓颖目光冰寒 杀气冲天 整个天牢 气温骤降 吓得王小二 躲进茅草里 只露出一个大脑袋 陈轩心里也在打鼓 却听着头皮和他对视 成败再此一举 绝对不能怂 咔嚓 卓颖大手一挥 牢门打开 一枚卷轴 仍在他面前 你可能看出其中的玄机 陈轩心里一喜 捡起看了看 这卷轴看着有些年头 上面却是一片空白 分明是无字天书 这个 目前还看不出来 不过等 撬开陈忠勋的嘴 不就知道了 卓颖想了想 终于点头 好 那便让你试试 若成 陛下必定重重有赏 若不成 本首领第一个拿你垫背 陈轩咽了口唾沫 可开弓没有回头剑 赌一把 这小子 留着给小爷当做棋不好吗 偏偏要去送死 可惜了 看着陈轩跟着卓颖离去 往小二不住摇头 在他看来 陈轩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天牢一共有三层 越往里走 光线就越暗 也更潮湿 煤气冲天 虽然牢房越来越少 却越发坚固 关押的都是朝廷重犯 卓颖带着陈轩 一直来到牢房的最深处 才停下脚步 铁门打开 当看到牢房里关押的犯人 就算陈轩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 也看得浑身直冒冷汗 前身的叔叔陈忠勋被绑在铁架上 棚头垢面 看不到头发的地方 连皮也没了 露出白森森的头骨 从头到脚 几乎看不到一块好皮 到处都是边痕和烙铁的痕迹 深刻见骨 还在流着鲜血 手指和脚趾残缺不全 显然是审问时被生生剁掉了 整个人神志不清 若不是胸口还有起伏 还以为是一个死人 惨 太惨了 陈轩浑身鸡皮疙瘩 心里愤愤 这些混蛋是怎么下的去手 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折磨成这样的 大人 您来了 属下连打了七七四十九鞭 这小子愣是没哼一下 气死我了 负责逼问陈忠勋的护天卫 连忙上前行礼 手里还拿着血淋淋的鞭子 似乎陈忠勋不是人 而是可以随意折磨的猪狗 着影神色淡淡 周五 你且退下 让这小太监来审问 小太监 周五一愣 上下打亮了一眼陈轩 顿时满脸不愿 大人 属下这辈子专门研究酷刑 严刑逼供 更是拿手绝活 吓死的死球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 您再给我两天 不 一天的时间 属下一定撬开他的嘴 让一个小太监来替我 不是侮辱属下吗 闭嘴 你先看着便是 着影不愿呵斥 随即看向陈轩 小太监 请吧 你最好别让本首领失望 陈轩走上前 只见一旁的桌子上 什么铁钩 烙铁 老虎凳 辣椒水 应有尽有 哟 装备还挺齐全嘛 那是自然 周五不服气地撅着嘴 说起他的装备 那叫一个骄傲 小太监没见过世面 我可是整个大厨 第一酷型高手 这些刑具 更是我一一打造的 就拿着铁钩来说 是用寒铁打造 九九八十一天才打出来的 穿心锁骨 就跟切菜一样 伤口永远不会愈合 再说这老虎凳 辣椒水 这都是 都是最没用的垃圾 陈轩漫不经心 一口否定 周五眼睛一瞪 顿时不甘了 这可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 你居然说是垃圾 那你的刑具是什么 有种拿出来看看 卓颖也扫事来 目带质问 这小太监信誓旦旦 连刑具专家周五 也不放在眼里 莫非真有什么秘密武器 可下一刻 陈轩玩味一笑 竖起一根手指 我妈 很简单 只需要一把菜刀就够了 一把 菜刀 周五期待的脸 瞬间铁青一片 连卓颖眼里也有 杀意一闪而逝 陈轩的话 让他们有种被耍了的感觉 小太监 你是耍我们的吧 你是打算用菜刀 包下他的皮 还是削去他的骨 陈轩神秘一笑 胸有成竹 很简单 把他做成人质不就行了 人质 卓颖和周五面面相去 这个词 还是第一次听说 小太监 什么是人质 赶紧说来听听 要是比不上我的酷刑 我就把这些刑具 在你身上 全都用一遍 陈轩淡淡一笑 很简单 所谓人质 就是把他砍去手足 挖去双眼 灌下哑药 再用火焰熏龙耳朵 最后丢进茅房 任其自生自灭 要是能找几个人来参观 效果就更好了 怎么样 是不是简单 一把菜刀就能搞定 说者无心 可周五听完 不觉打了个寒颤 就连卓颖 也心惊地咽了口唾沫 他们动用酷刑的死球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大多都是老虎凳 辣椒水 穿琵琶骨 最狠的 也就是凌迟了 可这小太监的人质 简直能让犯人求人不得 求死不能啊 光听着就不寒而栗 果然 人不可冒相啊 这 这会不会太狠了 平生折磨人无数的周五 此刻浑身汗毛倒数 似乎想到了场面 脸色极为不好看 绑在刑架上的陈忠勋 猛然咳嗽出声 眼睛瞪得和同龄一样 是可杀不可辱 有种就一刀杀了我 杀了我 杀了你 那就太便宜你了 陈轩微微一笑 你要是觉得 人质太残忍 那就换一种 包皮好了 包皮 周五摇摇头 这会不会又太简单了 还不如零食呢 不不不 我的包皮 可不是一般的包法 看到陈轩完尉的表情 周五和卓颖咽了口唾沫 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的方法 可不是我们动手 而是让犯人自己把皮脱下来 这下 周五更猛了 让他们自己 把皮脱下来 这可能吗 这还不简单 首先 在地上挖个洞 把囚犯竖着买好 只露出一个死人头 陈轩挤了几眼睛 讲得会声会色 然后 用刀在他头中间切一刀 扒开个死人洞 再把水银灌进伤口里面 他整个人 就会骑养男子了 周五听得呆住了 下意识询问 男子又怎么样 陈轩坏坏一笑 男子就要拼命找洞钻了 这要巧 看到头顶有个洞 连层皮也不要了 羞的一声就钻出来了 怎么样 绝不觉得痒啊你 死 周五到稀凉气 双手抱胸 只觉得整个身体都痒痒的 冷汗一阵接着一阵 这个方法 简直闻所未闻 却又切实可行 神 太他妈神了 连他身后的灼影 也听得目瞪口呆 怪不得这小太监 敢毛遂自荐 原来还真有两把刷子 不佩服都不行 小轩子公公 刚刚周五狗眼看人低 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计较 猫妹问一句 这些招式 您都都是跟谁学来的 周五态度来了的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眼巴巴地看着陈轩 陈轩面色一整 老神在在地装逼 就这点小手段 不是张嘴就来吗 还用得着学 我这还有更狠的呢 你要不要听听 不不不 还是算了吧 周五吓得连忙摇头拒绝 就这两种酷刑 他小心脏就快受不了了 再来个更狠的 把他吓死怎么办 公公 您这些酷刑 能不能教教我 我可以拜你为师 我给你磕头 周五对酷刑 已经近乎痴迷 求学心切 当场就要跪下 还是陈轩眼急手快 随手把他拦住 就算要拜师 也不急于一时 还是先撬开这家伙的嘴再说 对对对 还是正式要解 周五连忙附和 趾高气昂地看向陈忠勋 姓陈的 最后一次机会 说不说 你要是再嘴硬 我不介意把师父说的两种方法 都用上一遍 这小子 连师父都叫上了 可惜了 我可没什么好教你的 我呸 狗皇帝残害忠臣 荼毒百姓 丧尽天良 迟早要遭天遣 更不用妄想 得到我陈家的秘密 陈忠勋虚弱的上气不接下气 却依旧紧咬着牙关 不肯妥协 哎呀 你个老东西 还敢嘴硬 我这就周五七集 就要动手 陈轩及时上前拦下 接着故意走到陈忠勋面前 在我陈轩陈公公面前 你还死鸭子嘴硬 看来 你是真的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陈轩目光灼灼 特意把陈轩两个字 咬得极重 陈忠勋猛然抬头 仔细打量了陈轩一番 眼中矩阵一闪而逝 见此 陈轩就知道 他已经认出了自己 嘴角冷冷一笑 做出一副很辣模样 不想说也行 刚好实验 一下我的酷刑 到底厉不厉害 这样 我们先把你埋起来 脱了皮再说 不过你放心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想死也死不掉 然后再做成人质 扔到大街上供人欣赏 想想都挺有趣呢 陈轩话语温柔 却听得着影和周五 不寒而栗 陈忠勋紧咬牙关 浑身一颤 脸色惨白如指 你敢 我敢不敢 你很快就知道了 陈轩哼了声 大手一挥 来人 将他埋入地下 上水营 不要 陈忠勋慌了 看着陈轩狠毒的眼睛 彻底崩溃 不要 我说 我说 成了 卓颖和周五待在原地 不敢置信 护天卫审问了整整一个月 始终一无所获 没想到这小太监 只凭一张嘴 居然就成了 不服不行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陈轩的方法 光听着 就不寒而栗 换做他们 早就吓死了 陈忠勋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实属不易 两人看着陈忠勋 目露同情 兄弟 苦了你了 陈家的秘密 就在那枚卷轴上 只要用陈家人的鲜血浸泡 就能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此言一出 卓颖激动不已 连忙割破陈忠勋手臂 把鲜血淋在卷轴上 当看到自己慢慢显现 激动得差点没跳起来 有字了 终于有字了 本首领这边去向陛下汇报 陈轩 你立了大功 本首领会向陛下说明 重重有赏 多谢大人 看着卓颖离去 陈轩眼珠子一转 看向周五 周五 你不是想学我折磨人的技术吗 这样 你去找纸笔来 我一五一十写给你 真的 师父稍等 徒儿去去就来 周五想也不想 连忙去找 生怕陈轩会反悔 宽阔的牢房 瞬间只剩下陈轩和陈忠勋两人 陈轩确定四处无人 扑通一人 跪倒在陈忠勋面前 说说 侄儿来晚了 让您受苦了 刚刚侄儿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还请叔叔不要怪罪 陈忠勋抬起满是血污的头颅 眼中却没有怪罪 反而满是欣慰 兄长平南王未雨绸缪 为我陈家保留血脉 无甚是欣慰 只要你还活着 一切都值了 听到此话 陈轩不免鼻子一酸 平南王一门 被一三足 亲信子弟死绝 很难想象 陈忠勋心里 究竟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才会说得这般平淡 叔叔 皇帝灭了陈家 难道真的是因为 话还没问完 就被陈忠勋的冷笑打断 我陈家满门中烈 守护楚国数十年 又岂会谋反 只是他陈天雄嫉妒 嫉妒我陈家 拥有帝王之气罢了 拥有帝王之气 这是什么意思 心中疑惑还没解开 却听陈忠勋哈哈大笑 怅然快意 陈天雄想借我陈家的帝王之气 重振雄风 只可惜 他永远没有这个福分 我给他的卷轴 是多年前就准备好的 否则 就凭你那些小玩意 吓住别人还行 也想吓住我 陈轩尴尬一笑 怪不得陈忠勋答应的这么干脆 原来自己那点小把戏 早就看穿了 不等多问 陈忠勋忽然凝视着他 满是血字的脸色 充满了严肃 陈轩 你一定要记住 最多不出一年 陈天雄就会不男不女 残暴无道 百气皆失 届时 整个大楚 乃至整个中原都会大乱 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首任陈天雄 为我陈家满门中烈 血债血肠 报仇血恨 陈忠勋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充满了愤怒 不甘 和仇恨 陈轩咬着牙 心中百感交集 这一切的一切 只怕是他和前身父亲平南王 在数年前就谋划好的 而陈忠勋之所以能撑到现在 莫非 就是在等自己来找他 冥冥之中 陈轩感觉自己 掉进了一个大漩涡 一个足以吞噬楚国 乃至整个中原的大漩涡 叔叔 我现在就是个假太监 哪怕楚国大乱 想报仇血恨 也是难上加难啊 陈轩苦笑 他现在连苏寒烟 那女人的手都挣不脱 又怎么可能 手刃大楚皇帝 然而 陈忠勋嘴角含笑 似乎一点也不担忧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既然我给楚天雄的卷轴是假的 那真的卷轴 又在何方 说着 陈忠勋张大嘴巴 露出残缺的牙齿 什么意思 陈轩愣住 细细一看 却见最里面的牙齿根部 似乎绑了一根棉线 陈轩连忙把棉线拉出来 那一头 居然绑着一方小小的博书 陈轩彻底惊呆了 神龙诀 这难道就是 没错 这就是我陈家守护了近百年的秘密 有了他 你便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陈天雄啊 楚天雄 若你不起贪念 我陈家可保你百年无忧 如今 天下即将大乱 你的下场 将比我陈家凄惨百倍 陈忠勋大声发泄 随即像是了却了所有心事 笑得快意 陈轩 这一切 都是冥冥中注定了的 你无法抽身 我和你父亲 都等着你首认仇人 一统中原的那一天 哈哈 话落 陈忠勋身体猛然落下 再无任何声息 一待殷侯 就此与命 陈轩脑袋昏昏沉沉 心中百感交集 对着他的尸体 结结实实刻了三个响头 这才细细查看手中的博书 表情古怪 这难道就是武侠小说里的内功心法 男女一起修炼 效果更加 泽泽 改天得找找个人试试 察觉到有人进来 陈轩连忙把博书收好 似乎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 师父 纸笔找来了 咦 这家伙怎么没气了 周五拿着纸笔 一脸猛逼 陈轩连忙调整表情 玩味一笑 切 这老头胆子太小了 我不过随便说了几种酷刑 居然把他活活吓死了 来来 为师这就全部传授给你 周五听得眼睛大亮 也顾不上追究 连忙伺候陈轩书写 穿越而来的陈轩 还不习惯用毛笔 乱写一通就算了 还写得歪歪扭扭 可偏偏 周五如获至宝 恨不得当祖宗排位供起来 行了 你慢慢参悟吧 师父 我得回去继续坐牢了 师父你慢走 我送你 看到陈轩不但没死 反而还被恭恭敬敬地送回来 王小二彻底惊呆了 你居然没死 你是怎么做到的 陈轩神秘一笑 当然是靠脑子了 你是不是很崇拜我 现在就想任我当大哥 我呸 王小二撇着嘴 脸上肥肉一晃一晃的 就算你再厉害又怎么样 马上就午时了 说好的贵妃和公主呢 下半辈子 你就准备当小爷的坐骑吧 话刚说完 就见牢房的门再次被打开 一个娇俏的女孩泪眼婆娑 紧张兮兮地来到陈轩面前 不是小公主楚玉 还能是谁 陈轩 你没事吧 知道你被抓 我立刻去御书房找父皇评礼 求他放了你 要是因为我而害得你丢了性命 我会一辈子都过意不去的 我 楚玉似乎吓得不轻 话没说完 就离花带雨地哭了起来 陈轩怜惜地握住他御手 别哭别哭 你这样我好痛啊 楚玉慌了 痛 你是不是受伤了 立刻传他一 陈轩微微一笑 把他手揣进怀里 我没受伤 只是看到你哭就心痛 你看 我的心跳得有多快 呀 小萝莉瞬间红了脸 风情万种 陈轩 你正经点 有人看着呢 有人 陈轩抬头一看 就见王小二和大狗二狗眼珠子 瞪得跟牛眼睛一样 呆呆地地看着他们 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 喂喂 偷看 可不是好孩子哦 三个傻蛋 看到公主殿下 还不下跪 王小二三人一击灵 吓得连忙要跪下 陈轩玩味一挥手 太迟了 大逆不道 斩 啊 王小二下的脸都白了 心里别提有多震惊了 当朝公主 不但亲自来救一个小太监 还主动投怀送抱 简直是我被楷模呀 公主殿下 冤枉啊 我们是无心的 这就转过去 绝对不偷看 对对 我们捂住眼睛 绝对不偷看 陈轩撇撇嘴 我要和公主殿下探讨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为妨你们看到听到 还是把你们的耳朵割了 眼睛挖得比较好 万无一失吗 啊 不行不行 万万不可啊 王小二下的浑身肥肉乱晃 连忙拍马屁 大哥 你是我亲哥 要是把我弄残废了 以后谁按钱马后伺候大哥您啊 早这么说不就结了吗 浪费口水 行吧 看在你是我小弟的份上 这次就饶过你了 下不为例 说话间 还不忘看了楚玉两眼 公主殿下 你也听到了 我这小弟一片忠心 你就饶了他吧 行了行了 你看着办吧 楚玉摆了摆手 忽然凑到他耳边 你晚上来我的寝宫 给我讲故事吧 要不然 我真的会睡不着的 说完 蹦蹦跳跳地走了 陈轩先是一愣 随即大喜 要不是在牢里 还真想放开嗓子 唱一首东方红 大哥 你实在太神了 小爷决定 以后都跟你混了 你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往昔 你让我碾压 我绝对不敢借 王小二拍着胸口表示忠心 恨不得抱住陈轩的大腿 喊爸爸 小二 你觉得我很高吗 以后哥哥绝对不会亏待你就是 陈轩心中 那叫一个得意 今日的收获 不是一般的大 这牢 坐得太直了 王小二憨憨一笑 忽然神情郑重 大哥 小爷 不不 小弟有个问题想问您 什么问题 这小子这么正宗 难道是家国大士 王小二凑到他旁边 一脸神秘 大哥 之前你说 你给苏贵妃和小公主洗过澡 他们的身材 是不是很好 见他偷偷擦口水 陈轩心里无语 嘴上得意一笑 那怎么能说很好 那是相当好 苏贵妃身材恶娜 云衬丰满 小公主性感迷人 清纯可人 那叫一个古若玉树 芙如宁之 凶弱 陈轩眨眨眨眼睛 凑到他耳边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王小二眼睛大亮 一张脸红的和猴子屁股似的 真的 大哥 你是我亲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 教教我吧 求求你了 陈轩得意地拍拍胸口 这小子 还真是色到骨子里了 我喜欢 大哥这一招 可是家传绝学 没个三五年练不出来 你要是学会了 拿下那什么柳轩 就跟完事的 说到这 陈轩忽然严肃起来 等过两天 大哥会找个时间出宫一趟 到时候 咱俩去干件大事 王小二猛的一跺脚 泡妞 陈轩无语 泡个屁的妞 除了泡妞 你小子还会干什么 小二 张浩那小子 害得那进天牢 你就不想报仇 王小二顿时咬牙切齿 那混蛋 不但抢了小爷的妞 还害得小爷坐牢 小爷做梦都想弄死他 那不就对了 陈轩冷笑两声 到时候 咱们去找他 连他哥张勋 也一起收拾了 不出这口恶气 老子连泡妞的心情都没有 王小二赞同点头 好 我听大哥的 不出意外 我姐今晚就会把我熟出去 到时候 大哥来王家报小爷的名号 就能找到我了 说完 眼巴巴地抱住陈轩的胳膊 大哥 你那招可要交给小弟啊 小弟发过誓 非柳轩不娶的 放心 陈轩拍拍他肩膀 有大哥在 就没有你泡不到的妞 又聊了两句 陈轩才在王小二 一一不舍的目光中 离开了天牢 本来想现在就去找楚玉 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顺便研究研究那神龙诀 可这大白天的 万一被人看见了不好 还是晚上再说吧 回思里兼换了身干净衣服 便进了永乐宫 娘娘 你是不知道啊 我在天牢里 过得有多惨 吃不饱穿不暖就算了 还要被人毒打 我的命好苦啊 一看到苏寒烟 陈轩熬的一声 开始大到苦水 那模样 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 陈轩 这一次 是本宫连累你了 你放心 本宫会给你补偿的 苏寒烟一脸愧疚 在她看来 陈轩的牢狱之灾 完全是因为她的缘故 补偿 陈轩哭腔一收 心里莫名兴奋 感受到她灼热的眼神 苏寒烟翘脸 瞬间红了 娘娘 汤匙已经准备好了 您请沐浴更衣 遇她后 一个小宫女 掀开帘子走出 恭敬汇报 一听她要洗澡 陈轩很是识趣的 就要开溜 苏寒烟知道她不是太监 万一再看到什么 不该看的 鬼知道这婆娘 会不会发疯 都退下吧 小轩子留下 正准备开溜的陈轩 脚步一致 不敢置信 娘娘 没说错吧 苏寒烟瞥她一眼 本宫让一个小太监 伺候沐浴 有问题吗 说完 脸颊爬上一抹红玉 缓缓站起身 当着陈轩的面 宽衣解带 陈轩待在原地 恨不得把眼珠子 贴在她身上 苏寒烟 可是知道她的身份啊 这是赤裸裸的暗示 明示啊 还愣着干什么 需要本宫请你不成 勇懒的声音传来 陈轩狠狠咽了一口唾沫 一步一步 朝玉尺走去 陈轩 这就是给你的补偿 喜欢吗 陈轩心火澎湃 浇灭了理智 妈的 死就死了 要是这都不下手 岂不是真成太监了 我管你是贵妃还是谁 今晚上 你是我的女人 一时间 无限以你风光 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了 试试神龙诀 陈轩想起什么 连忙拿出博书 阅读心法 没一会 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陈轩只感觉身体火热 浑身上下 瞬间充满了力气 源源不断 我去 这么神奇吗 陈轩惊了 双喜临门 等一切平静 天已经完全黑了 苏寒烟依偎在陈轩怀里 脸面樱花 娇艳欲滴 陈轩美滋滋地搂着美人 看到床单上一滩红霞 心情要多复杂 有多复杂 你居然进宫这么多年 皇帝就没碰过你 苏寒烟白他眼 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这登徒子 陈轩心里美滋滋地 成就感十足 今天 终于把苏寒烟给拿下了 公主那小萝莉 也是砧板上的肉 随时可以吃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可就在此时 一个玩味的声音 忽然在角落响起 则则 当朝贵妃 居然和小太监苟合 如此有为人伦 大逆不道 实在乃千古奇闻啊 谁 突如其来的声音 把陈轩和苏寒烟 都吓了一大跳 连忙起身张望 就见一个浑身包裹 在夜行衣里的人 从角落里走了出来 你是谁 是怎么进来的 苏寒烟连忙拉过衣服 披在身上 冷声质问间 一张脸 已然惨白如指 至于陈轩 整个人瞬间伪了 浑身冷汗直冒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 我是谁不重要 不过我是真没想到 你苏寒烟竟如此大胆 若是此事传出去 必定成为一段佳话 黑衣人看不清容貌 似乎特意捏着嗓子 听不出男女 可说出的话 让陈轩和苏寒烟的心 同时沉到谷底 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你想怎么样 要钱 还是要命 陈轩咬着牙质问 想探探口风 可黑衣人看都不看他 目光灼灼地盯着苏寒烟 苏寒烟 想要我风口 很简单 拿你苏家的玉如意 来换 此话一出 苏寒烟神色狂变 凝重到极点 你果然是冲着玉如意来的 你是江南一枝花的人 江南一枝花 这是什么东东 陈轩不明所以 黑衣人一声冷哼 是又如何 江南苏家的堡垒 固若金汤 若是玉如意一直放在苏家 我们的确无法抢夺 可错就错在 苏家执意要将玉如意运往京城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最后警告你一遍 把玉如意给我 否则 你和这小太监之事 将在一夜之间 传遍大江南北 人静皆知 黑衣人话语冷漠 威胁意味十足 陈轩又惊又怕 眼巴巴地看向苏寒烟 大姐 实在不行就给他吧 我真的不想金珠龙啊 苏寒烟脸色也不好看 粉拳握紧 又忽然松开 想用此事威胁本宫 你可是打错了算盘 玉如意 可不在本宫手上 而且 若你敢将此事泄露出去 我保证 你不但永远拿不到玉如意 我苏家 将和你江南一枝花 不死不休 大不了玉石俱焚 同归于尽 苏寒烟话语决然 完全没有妥协的意思 黑衣人沉默半上 拳头捏得歌之响 随即冷冷一笑 杀气冲天 好一个苏寒烟 既如此 那我只能把你拿下 用你的命 来换玉如意了 话落 黑衣人脚下用力一踩 手中出现一把长剑 身子像是离弦的剑 朝苏寒烟次去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苏寒烟俏脸冷漠 挥舞着长袖 瞬间和黑衣人 打斗在一起 别看他身子娇弱 却异常灵活 眨眼间 便和黑衣人 交战了数个回合 依旧不落下风 该死的刺客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怎么办 怎么办 看着一片狼藉的房间 陈轩只能干对眼 急得团团转 红灵的女暴龙不在宫里 外面的宫女太监 只怕早就被解决了 剩下他一个人 上去帮忙 打不过 逃走 万一他和苏寒烟 苏寒烟枸杞的事情败露 这可是要进朱镕吧 老天爷 你想玩死我啊 苏寒烟 你果然伸手不凡 苏家把你送进宫 图谋不小啊 整整二十多个回合 黑衣人都没有占到便宜 眼睛死死盯着苏寒烟 话里有话 你到底是谁 拥有如此伸手 在江南一枝花里 也不会是无名之辈吧 苏寒烟冷着脸质问 额头 已然相悍淋漓 力不从心 我是谁 你不配知道 本来还想请住你 和苏家换取欲如意 可现在 只能借你 向上人投意用了 黑衣人话语一冷 手中长剑 再次向着苏寒烟刺去 陈轩阁的老远 都能感觉到 他身上冲天的杀意 凌厉害然 该死的 这家伙居然隐藏了实力 不好 苏寒烟只怕坚持不住了 怎么办 陈轩脸色更加难看了 左右两难 进退为谷 事实也果然如他所料 面对黑衣人 强横的攻势 苏寒烟手忙脚乱 自顾不暇 只能拼命躲避 身上的衣服 瞬间破了数道口子 只要有一丝失误 就会被一箭封喉 该死的 怪不得你能潜入皇宫 只怕红灵也不是你的对手 看来 只能用那个东西了 苏寒烟脸色难看到几点 摆脱黑衣人纠缠的同时 脚下用力 瞬间来到陈轩身边 拦住他 为本宫争取时间 啊 我 陈轩傻眼了 这黑衣人 比红灵厉害多了 你让我拦住他 不如直接说 让我送死的了 苏寒烟盯着他 脸色凝重到了极点 很快就好 拼一拼 还能有一线生机 否则 你我都要死 这下 陈轩真的哭了 不得不点头答应 我尽力 你可要快点啊 哼 垂死挣扎罢了 你还想耍什么阴谋诡计 黑衣人看出什么 一声大喝 常见灵力刺来 苏寒烟来不及多想 一脚 把陈轩踹了出去 他自己 则来到房间角落 转动岸上的花瓶 整个墙面慢慢打开 露出后面的密室 我去 你想谋杀亲夫啊 陈轩屁股上挨了一脚 可更要命的是 正前方 就是黑衣人的长剑 在眼里越来越快 越来越近 我的妈呀 陈轩吓得脸都白了 求生的本能 战胜了一切 身子拼了命地往侧边斜 滑 剑锋 险而又险地从脸颊滑过 即将没有滑到 陈轩也感觉到了 那种刺痛的感觉 好险 刚松口气 屁股上结结实实挨了一脚 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 摔了个狗吭式 废物 黑衣人哼了声 往密室的方向追去 哎呦喂 我的牙 陈轩捂着嘴 疼得直叫唤 眼看黑衣人就要闯进密室 只能忍着疼痛 举起旁边的椅子 狠狠向着黑衣人后背砸去 哗啦 椅子砸在身上 就像碰到铁块 七零八落 可黑衣人和没事人一样 连眼睛都没眨 我去 金钟罩 还是铁布山 陈轩彻底傻眼了 这个世界 莫非真有习武之人存在 陈轩 拦住他 不惜一切代价 密室中 传来苏寒烟凝重而焦急的声音 陈轩一咬牙 身子扑上去 一把抱住了黑衣人的腿 妈的 老子和你拼了 蝼蚁 黑衣人冷冷吐出两个字 右脚抬起 又重重落下 哗 虽然没被踩到 可陈轩还是被强大的力道震的头脑发昏 你好了没有 我快坚持不住了 陈轩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却依旧觉得 自己就是一颗去碰石头的鸡蛋 不堪一击 马上 马上 马上是多久 要被你坑死了 我现在还不想杀你 滚 黑衣人失去了耐心 一脚踹在陈轩胸口 陈轩感觉像是 被车撞了一样 直接倒飞出去 五脏六腑像是被撕裂一样 火辣辣的疼 嘴里一甜 哇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完了完了 不会留下那伤吧 陈轩疼得满头大汗 可心里却惊气不已 他毫不怀疑 若不是刚刚修炼了神龙诀 这一脚 绝对能要他半条命 我尽力了 靠你了 黑衣人直接无视陈轩 一步一步 走进密室 苏寒烟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我可以留你全尸 哼 谁生谁死 还未可知 终于 苏寒烟身影出现 手拿一根银色短刺 精准插向黑衣人的眼睛 雕虫小剑 黑衣人不屑一顾 右手握拳 毫不费力地捏住 可苏寒烟嘴角 却露出诡异的笑容 松开手 身子猛然后退 黑衣人眉头一皱 手里的短刺 忽然从中断裂 一只黑色的小甲虫 从里面飞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钻入了黑衣人的身体里 这是 石心虫 卑鄙 黑衣人神色大害 同时勃然大怒 手中短刺扔出 正中苏寒烟的肩膀 啊 苏寒烟一声惨叫 胸口绽放出血花 身子无力地倒在地上 嘴角却依旧带着冷笑 好眼力 正是石心虫 石心虫入体 不能移动 不能用力 否则它会啃食你的心脏 直到你死为止 死 陈轩道西凉气 苏寒烟这个老六 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黑衣人拳头紧紧握起 随即冷笑出声 哼 那又如何 一只石心虫而已 不过一刻钟就会死去 你身受重伤 已经无力出手 一刻钟后 我照样杀你 苏寒烟不但不怕 反而目光鄙夷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陈轩 杀了他 我们之间的秘密 绝对不能传出去 陈轩捂着胸口 来到黑衣人面前 确定他真的不能动 捡起地上的剑 得意地大笑出声 想不到吧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你踹我一脚 老子飞在你身上 捅个几百刀不可 黑衣人一动不动 死死盯着他 却不见多少恐惧 杀我 你就不怕 我把你的秘密 告诉苏寒烟 陈轩吐了吐舌头 有种你就说啊 我们之间 还有秘密可言吗 闻言 黑衣人却笑了 你确定 陈轩 平南王之子 陈家一族 唯一余孽 这些 你确定也要我说 什么 陈轩傻眼了 整个身子 直接石化 冷汗 如雨而下 这是他身上 最大的秘密 连苏寒烟 都不知道 可这家伙 是怎么知道的 惊恐间 陈轩心虚地 看向苏寒烟 却见苏寒烟 神情凝重 戒备地盯着黑衣人 似乎完全没听到 刚才的话语 陈轩诧异地 瞪大眼睛 这 又是怎么回事 黑衣人笑了 得意非常 明明嘴巴没动 可传到陈轩耳朵里的声音 却清清楚楚 放心 他听不到我的声音 想杀我 大可动手 不过 我保证 你的所有秘密 包括你和苏寒烟 苟和的事 会在一夜之间 传遍整个皇宫 甚至是整个京城的 大街小巷 两条路 就在脚下 该怎么走 你自己挑 哗啦 手里常见掉落 陈轩待在原地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陈轩 你在犹豫什么 杀了他 杀了他 苏寒烟愤怒怒吼 石心虫 只能在人体内存活一刻钟 若不能尽快杀了他 一刻钟后 他必死无疑 陈轩低着头 拳头捏得咯吱响 心里在犹豫 在挣扎 这黑衣人 知道他所有的秘密 他真的不敢躲啊 憋屈 太憋屈了 哼 果然 废物就是废物 黑衣人仰天大笑 酣畅淋漓 看向陈轩时 目光却比翼到了极点 就算不是太监又如何 嗅你这怂样 连太监也不如 要不是你还有些用处 我一根手指头 就能把你捏死 有种你再说一遍 陈轩咬着牙齿瞪着眼 怒视黑衣人 心里的火气瞬间爆发了 怎么 难道我说错了 就你这怂样 连太监都 啪 陈轩狠狠一巴掌 扇在了黑衣人脸上 你 你居然敢打我 黑衣人怒目言争 不敢置信 打都打了 你说 我敢不敢 我还敢踹你呢 陈轩脾气上来了 对着他就是一脚 我让你骂我 让你说 我是废物 打不死你 陈轩刚刚受的憋屈 此刻完全发泄了出来 对着黑衣人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黑衣人疼不疼不知道 可陈轩手都打肿了 脚跟踢到铁板一样 一瘸一拐 苏寒烟看得目瞪口呆 莫名其妙 这陈轩 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至于黑衣人 眼睛里布满血丝 拳头握得搁直响 冲天的杀气 显示着他心里的愤怒 陈轩 不要挑战我的忍耐极限 否则 就算拼着 被石心虫撕咬心脏 我也要把你碎尸万段 冰冷的声音 让苏寒烟都感觉头皮发麻 可陈轩却一点不慌 反而笑了笑 凑到他耳边 不就打了你两下吗 别这么小气吗 你要是舍得杀我 早就杀了 还会等到现在 而且 要是我死了 谁去帮你做事 话落 黑衣人直接傻了 你 你怎么知 话没说完 戛然而止 陈轩渐渐一笑 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这黑衣人连贵妃都敢杀 又怎么会放过他 这个小太监 在结合之前他的话 陈轩猜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可能 这个黑衣人留着他 只怕有更大的图谋 而且这个图谋 很可能和自己 平南王之子的身份有关 显然 他猜对了 所以啊 为了你的计划 你不可能杀了我 更不可能把我的身份揭穿 挨一顿打 不是活该吗 陈轩有恃无恐 又是一巴掌 扇在他脸上 爽 可为什么 手有点疼呢 你踢了我两脚 我还你两巴掌 咱们扯平了 至于怎么处置你 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陈轩两手一摊 与我无关 黑衣人气得浑身发抖 眼睛血红 可偏偏不能动 也不能用力 而且 陈轩说得对 在没有达成计划之前 陈轩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更不能死 没用的东西 苏寒烟气急败坏 咬牙切齿 挣扎着站起身 捡起长剑 一步一步 朝着黑衣人走来 今日本宫就算拼着重伤 也要取你人头 黑衣人咬着牙 脸色难看到几点 好一个苏寒烟 今日我认栽了 说完 咬着牙纵身一跃 瞬间消失在了夜色中 陈轩 你等着 我会回来找你的 这一句 只有陈轩一个人能听见 吓得他咽了口唾沫 脸都白了 眼巴巴看向苏寒烟 这混蛋动了身体 会不会被石心虫咬死 苏寒烟哼了声 此人实力很不简单 石心虫生命太短 就算能让他受尽折磨 只怕也杀不死他 陈轩整个人瞬间垮了 他身上麻烦已经够多了 现在又惹上了一个武林高手 头皮发麻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我上药 苏寒烟一瞪眼 陈轩这才发现 他整个胸口 都被染成了血红色 肩膀上 一个拇指大小的血洞 还在冒着血 小宝贝 疼不疼 哎呀 可心疼死我了 陈轩连忙找来药物 一通甜言蜜语 苏寒烟脸色泛白 白了他一眼 还不是因为你没用 罚你一个月不准见我 陈轩惊了 好严重的惩罚 苏寒烟深吸口气 我得助攻一趟 欲如意事关重大 不容有失 不亲自看到我不放心 等回到私立间睡下 闭上眼 满脑子都是苏寒烟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大早 陈轩顶着黑眼圈起床 收拾了一番 便迫不及待来到城前宫 小公主楚玉 住在这里 我去 这城前宫 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 都死哪去了 城前宫远比永乐宫大很多 却要多冷清 有多冷清 陈轩转了一圈 别说公主 连个太监宫女 也看不见 好一会 才终于在后花园的小亭里 看到了坐在石凳上发呆的楚玉 嘴角坏坏一笑 偷偷从背后蒙住她的眼睛 小妹妹 猜猜我是谁 滚开 本公主心情不好疑 怎么是你 小丫头闷闷不乐 扒开陈轩双手 当看清是陈轩 嘟着的小嘴 露出一丝笑容 你这家伙 昨晚我等了你半宿 你怎么现在才来 难道这么快就把人家给忘了 忙吗 这不疑有时间就过来了 陈轩挠挠头 这话怎么听着 有种怨妇的感觉 哼 我才不信呢 楚玉白他一眼 双手拄着下巴长长一叹 满脸愁容 闷闷不乐 咋了 谁把我们小公主得罪了 告诉哥 哥帮你出气 楚玉抬起头 深深凝望着他 咬着嘴唇 眼角隐隐 还有泪光闪烁 陈轩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陈轩自信满满地拍着胸口 当然可以 你尽管说 陈轩 你 你娶了我吧 楚玉结结巴巴 可说出的话 差点没把陈轩吓死 你说什么 这玩笑可开不得呀 陈轩瞪大眼睛 是真的被吓到了 楚玉 当朝公主 而他 只是个区区小太监 撕下狗和 呸 撕下约约还行 这要是 捅到台面上 镜珠龙都是亲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 楚玉摇摇头 眼中泪花闪烁 神情落寞 陈轩 昨日七国三王子来访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亲自向父皇求亲 父皇虽然没有点头 可满朝文武都提议 把我嫁到七国和亲 不出意外的话 今天就要 把此事定下来了 陈轩 我不想远嫁 更不想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求求你 帮帮我好吗 求求你 楚玉摇着陈轩的胳膊 可怜楚楚 气不成声 和亲 他奶奶的 齐国三王子 算什么东西 也敢和老子抢女人 陈轩惊了 也怒了 在他心里 楚玉早就是他的女人了 岂容别人抢夺 再说了 他终究不过是个 十六七岁的小丫头 小小年纪 就要远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换了谁能接受 在楚国 她是尊贵的公主 可若嫁到齐国 又会遭受怎样的待遇 光是想想 陈轩就不寒而栗 我反被这门轻视 公主殿下 陛下口谕 轩宁即刻沐浴更衣 前往御书房觐见 正是此时 御书房大太监周正纯 亲自前来 恭敬行礼 楚玉翘脸一白 紧紧抓住陈轩的手 陈轩 求求你了 我不能去啊 要不 你带着我私奔吧 我们浪迹天涯 远离这个破地方 看着梨花带雨的楚玉 陈轩哭笑不得 私奔 估计连皇宫都逃不出去 就得被抓回来 想了想 凑到她耳边 丫头 你先别急 这御书房 不能不去 放心 我会陪你一起去的 我的女人 谁也别想抢走 楚玉脸一红 心里的害怕 瞬间一扫而光 陈轩的话语和眼神 让她充满了安全感 好 我听你的 你们在这候着 本公主去去就来 说完 拉着陈轩来到闺房 宽阔的房间 陈轩华丽 各种晶莹玉气 粉红罗杖 应有尽有 梳妆台上 摆满了各种胭脂水粉 淡淡的香味 给人一种 沁人心脾的感觉 陈轩不淡定了 这 可是公主的闺房啊 全天下除了皇帝 绝对没有第三个男人 进来过 而陈轩 就是第二个 不是要去御书房吗 来这里干什么 我换身衣服 总不可能穿这个 去御书房吧 换衣服 那我回避一下 陈轩心脏 砰砰直跳 就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没办法 厨医师太单纯了 单纯到陈轩都不忍心 用眼睛亵渎 陈轩 我好看吗 楚瑜换了一身 墨绿色长裙 在原地转了一圈 像是翩翩起舞的蝴蝶 陈轩 咦 你怎么流鼻血了 陈轩完全看呆了 手下一时往鼻子上一擦 把袖子都染红了 没事没事 这两天辣椒吃多了 有点上火 陈轩老脸难得红了 失态了 你这人 没个正型 楚瑜扑斥一笑 想到接下来要面对的是 眉头皱起化不开的忧愁 陈轩 我的终身幸福 就全靠你了 真要嫁到齐国 本公主宁愿死了算了 那可不行 你是我的小宝贝 我怎么会让你去死呢 陈轩从背后搂住她的细腰 话语深情款款 小罗里一张 脸红扑扑的 深情款款 嗯 陈轩 等过了这一关 我要做你的女人 哄 陈轩心潮澎湃 受血沸腾 奶奶的 就冲你这句话 老子豁出去了 别说区区齐国三王子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别想 抢走老子的女人 不过一刻钟 两人在周正纯的带领下 一路来到御书房 只见御书房内 站满了人 文武官员分裂两侧 不出意外 只怕所有说的上话的大臣都来了 育儿拜见父皇 楚御规规矩矩 跪倒在越岸前行礼 陈轩也跟着跪下 同时偷偷往越岸后看了一眼 大楚皇帝楚天雄安坐骑上 虽然年近五十 身材偏瘦 看着却并不显老 黄色的蟒袍 紫禁的树发龙冠 无不显示着身为帝王的权势和威严 特别是那双眼睛 即便没有对视 陈轩也能感受到其中的灵力和锋芒 大楚皇帝楚天雄 此人绝对不简单 玉儿来了 快快平身 楚天雄笑容随和 扶起楚御 面向御书房一侧 玉儿 这位便是齐帛三王子 齐文韬 楚御咬着嘴唇 微微见礼 故意做出一副冷淡姿态 倒是那齐文韬 看到楚御后当即眼睛大亮 目光在楚御身上四处游异 早就听闻楚国小公主美貌倾城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啊 不知公主方灵几何 生成八字如何 退到角落里的陈轩 看到这一幕 不由撇嘴 这齐文韬表面 看着衣冠楚楚 一派斯文 可那心里 只怕是个龌龊的禽兽 就这种货色 谁给她的胆子 抢老子的女人 楚御面露不喜 直接转过头去 没有理会齐文韬 第一次见面 就询问女子的生成八字 多少有点调戏的意味 楚御对这位所谓的 齐国三王子 可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皇帝楚天雄眼睛眯了一下 显然有些不悦 不过却并没有发作 反而一言不发 让气氛多少有些沉闷 陈轩看看齐文韬 再看看楚天雄 一时拿不准 这位大楚帝王 到底会如何抉择 文韬 不得无礼 关键时候 齐文韬身后一个中年男人 轻生呵斥 而后对着楚天雄拱手行礼 文韬年纪还小 不懂事 还请大楚陛下见谅 我关文韬和贵公主年龄相仿 无论是面相还是性格 都极为般配 若能结成良缘 齐楚两国永修情境之好 必将为一段传奇佳话 献煞旁人啊 这话 摆明了就是在求亲了 齐文韬连忙收回目光 做出一副偏偏公子形象 国师此言 正合本王子心意 昨日大楚陛下没有回应 不知今日可考虑清楚了 只要大楚陛下点头 本王子立马让父王送来聘礼 黄金千两 东珠百科 金银玉器百见 布料万匹 此等聘礼 应该配得上楚国公主的身份了 齐文韬得意地摇头晃脑 说话时 不忘打量楚玉 目露荧光 恨不得一口把他吃了 楚玉听得心头一急 刚想拒绝 却被楚天雄白手打断 今日只谈国事 其余事情一概不论 此事往后在意 此话一出 陈轩不觉皱起眉头 这楚天雄 要么答应 要么拒绝 可这不答应也不拒绝 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正疑惑间 却听齐文韬冷哼一声 表情不悦 大楚陛下一直避而不谈 莫非是贤聘礼不够 这样 再加黄金千两 东珠百科 如何 齐文韬脸色桀骜 说出的话 别说楚天雄 连陈轩都听不下去了 楚玉堂堂大楚公主 岂是你区区几颗破石头能比的 楚天雄目光淡淡 却依旧笑而不语 任谁也猜不到 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尴尬之际 还是那被称作国师的中年人 站出来打圆场 文韬一向心直口快 还望大楚陛下海涵 此次仓促来访楚国 我朝其王便曾有言 若两国能永修情境之后 便可立刻签订盟约 从今往后 其楚两国聚为一体 一荣聚荣 一损聚损 这个条件 大楚陛下 应该不会拒绝了吧 这话一出 别说陈轩 在场所有官员 都被惊到了 按照记忆 这个时代一共有七大帝国 类似前世的战国时期 七雄争霸 齐国 实力勉强排在中等 楚国略逊一筹 只能排在中下 七大帝国之间 虽实有摩擦 但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士 也从来没有同盟出现 若是齐楚两国联盟 那七雄争霸的格局 只怕瞬间就会被打破 战乱四起 这齐国 到底想干什么 楚天雄目光宁了一下 嘴角却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 齐王有心了 不知诸位爱卿有何看法 话落 全场文武大臣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不敢率先开枪 陛下 秦末不才 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此时 一个和陈轩差不多年纪 身着警服的公子搁站了出来 秦末 镇北王小王爷 秦末 陈轩心惊 按照前身记忆 这位小王爷 可是真正的人中龙凤啊 贤侄不必拘礼 但说无妨 这贤侄二字 可不一般 镇北王虽是异姓王 却和楚天雄交情不浅 以兄弟相称 如若不然 区区一个小王爷 有何资格发话 陛下 请恕小王直言 先不论三王子诚意满满 大楚和七国联姻 绝对百利而无一害 势在必行 连父王也极为赞成此事 还请陛下三思而后行 听他这么说 楚玉当即嘟起小嘴 记得手心里满是汗珠 都快哭了 就连陈轩面色也凝重了几分 这小王爷秦末 居然把镇北王都搬出来了 此事只怕不太好办 倒是楚天雄 依旧表情淡然 目无波澜 各位爱卿 而等觉得如何 片刻的宁静后 一个胖得像弥勒佛一样的大臣 当即站了出来 回陛下 以臣之鉴 其处两国联姻 此乃天作之和 不但可养我国威 更能保大楚歌舞生平 百年之内绝无战事 臣复义 臣复义 那大臣刚说完 其他大臣就和约好了一样 站出来同意 至于反对的 寥寥无几 齐文涛和国师相视一眼 眼中笑意浓郁 如今两国联姻 已是大势所趋 就算楚天雄不想答应 他也总不可能 和满朝文武作对 道行逆施吧 齐文涛上前一步 趁热打铁 大楚陛下 这桩婚事可谓众望所归 您就别再犹豫了 趁此机会 定个良辰吉日 也好 齐文涛话没还没说完 一声轻笑 忽然将其打断 笑声不大 可蕴含的不屑和讽刺 却足以让所有人 听得清清楚楚 气氛 瞬间凝重 齐文涛和满朝文武大臣 纷纷皱起眉头 齐刷刷向着陈轩看来 那笑声 正是他发出来的 小大剑 你笑什么 如此目无理法 以下犯上 拖出去 斩了 心里正美的齐文涛 眉头一皱 当场呵斥 不可以 楚玉连忙阻止 看着陈轩的目光 满是着急 倒是陈轩 不紧不慢地和齐文涛对视 没有任何惧色 则则 齐国的王子 好大的威风啊 这还没做驸马呢 就扬言要长我大楚的人 要是等你当了驸马 岂不是连陛下也不放在眼里了 齐文涛眼睛瞪大 背对的脸红脖子粗 闭嘴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立刻滚出去 陈轩一脸无辜的贪手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莫非你心虚了 你 齐文涛是真的气到了 想要发怒 被国师拦下来 大楚陛下 如今正是悬而未决 你却让个小太监出来捣乱 未免太不讲道义了吧 不不不 此言诧异 楚天雄还没开口 陈轩便率先连连摇头 我这可不是捣乱 只是觉得可笑而已 可笑 国师皱着眉 不胜多少耐心 满朝文武 也不由一头雾水 心道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 没错 就是可笑 陈轩淡淡一笑 直接和国师正面硬刚 齐国 好歹也是一方霸主 兵强马壮 国父名强 既然想赢去我楚国的公主 怎么也得拿出点诚意来吧 黄金千两 东珠百科 就这点垃圾 也好意思拿出来 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有脸 来求亲的 扑痴 原本紧张得不行的楚狱 顿时忍俊不惊 这家伙 嘴巴也太毒了吧 皇帝楚天雄 和满朝文武满脸错愕 这小太监 是从哪冒出来的 居然这般语出惊人 至于齐文韬 一张脸青一块 红一块 我堂堂大骑三王子 居然被一个小太监鄙视了 诚意 本国师和三王子 亲自来求亲 莫非还不够诚意 那你又想如何 国师还算冷静 可看他阴沉的脸 显然被陈轩气得不轻 都说了是求亲 你们亲自来那是应该的 至于什么黄金 东珠 不匹 我大厨又不是没有 还是省省吧 陈轩撇撇嘴 老神在在 像是个讨价还价的商人 要我看 还是拿出点实际的东西为好 实际的东西 齐文韬和国师对视一眼 两脸猛逼 陈轩玩味点头 没错 大不了我楚国吃点亏 你齐国要是真有诚意 就拿出十座城池来当聘礼 这不过分吧 十座城池 满朝文武 乃至秦末 当场到西凉气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哪怕是楚天雄 也心惊不已 用十座城池当聘礼 这小太监 不是一般的敢说 不可能 齐文韬直接拒绝 心头愤愤 整个大齐 也不过百余座城池 拿出十分之一来当聘礼 想得美 国师阴沉着脸 已经被彻底激怒了 小太监 你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吗 国之土地 一寸也不能让 更别说十座城池 一个公主 还不配 陈轩不屑一顾 淡淡贪手 话别说得太满 换个角度想想 若小公主嫁到齐国 咱们就是一家人 楚国的城池 就是你齐国的城池 用十座城池 来换整个楚国 分明是你们赚大了好吧 大不了我楚国 再赔价千两黄金 百颗冬珠 这样总想了吧 要是拿不出来 还是哪来的回哪去吧 陈轩话落 整个御书房 鸦雀无声 气氛古怪 一众大臣擦着冷汗 看看楚天雄 再看看陈轩 心中震惊不已 齐文韬和国师 背对得哑口无言 深深看了陈轩一眼 随即看向楚天雄 大楚陛下 这楚国到底是你说了算 还是这小太监说了算 楚天雄从震惊中回过神 看了眼陈轩 淡淡一笑 他的意思 就是朕的意思 死 国师惊了 一颗星沉到谷底 他实在没想到 这小小太监 居然能代表楚国皇帝 匪夷所思 反之 陈轩心里常常地松了口气 别看他侃侃而谈 实则心里也在发慌 他只是再赌 赌楚天雄一开始 就没想答应联姻 万幸 他赌对了 只要皇帝站在他这边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陛下 这万万不可呀 秦末脸色一变 连忙上前劝阻 这小小太监 也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 如何能比天严 说着 不忘朝身后看了一眼 之前率先发话的胖大臣 紧跟着站了出来 小王爷所言即是 小小太监 蜀目寸光 也敢大放厥词 其国实力本就不弱于大楚 更地处要塞 国父明强 与七国联姻 实乃强强联手 相得一张 这小太监 想要实坐城池做聘礼 分明是虎脚蛮缠 还请陛下明鉴 话落 不少大臣赞同点头 就连秦末 也投来满意的目光 唯有陈轩 却笑了 不知这位大臣 姓甚名谁 官居何位 大臣瞥了陈轩一眼 高高在上 本官乃当朝 户部尚书 张承安事业 搞了半天 你就是户部尚书 这不是仇人他爹吗 陈轩抱着胳膊 目光玩味起来 原来是户部尚书张大人 你要是不说 我还以为你是 齐国人的孙子呢 不吃 陈轩此话一出 不少大臣直接笑喷 就连皇帝楚天雄 也忍俊不惊 这小太监 还真什么都敢说 有胆识 你你你 你敢骂本官 大胆 张承安一张老脸 就跟便秘一样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指着陈轩 眼睛都差点瞪出来了 难道我说错了吗 陈轩贪手 一脸无辜 你口口声声说 齐国如何强大 如何国父名强 就差跪下 舔齐国人的脚趾了 这不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吗 说你是齐国人的孙子 都算抬举你了 就你这样 顶多是条 小狗 陈轩话说了一半 故意停下 听得正高兴的楚御 下意识补上了两个字 堪称神来之别 哼 一派胡言 本官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张承安气得脸都绿了 可偏偏 不敢拿楚御怎么样 实话实说 我大楚幅员辽阔 兵马何止百万 哪里比齐国差了 又何须和齐国联姻 陈轩直接反对 言辞犀利 完全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张大人 冒昧再问一个问题 你是哪里人士 祖籍何方 张承安不耐烦了 本官在大楚为官 自然是大楚之人 你到底想说什么 陈轩嘴角一挑 语气越发强硬了 张大人既身为大楚人士 却处处为齐国说话 此乃不忠 吃着朝廷的俸禄 不想江山设计 不畏明着想 此乃不义 我很好奇 你这不忠不义之人 是怎么做到 户部尚书的位置的 就是放头猪 也肯定比你做得好 陈轩一通通骂 心里只有一个字 爽 张轩 那天你诬陷我 现在我骂你老子 不过分吧 你你 张承安眼睛瞪大 指着陈轩 却半天说不出话 气得差点一口气 没喘上来 横死当场 两侧的大臣 直接看傻眼了 堂堂户部尚书 居然差点被活活气死 这小太监 也太猛了吧 该死的小太监 坏我大事 小王爷秦末脸色阴沉 眼中杀鸡一闪而逝 眼神再次一瞥 一个五官打扮的大臣 站了出来 屈屈小太监 也敢大放厥词 其处两国若是联姻 必组成不败联盟 其余五国 谁敢进犯 到时候各个击破 哪怕一统中原 也不是没有可能 此话一出 不少大臣心神振奋 一统中原 这是多少帝王的梦想啊 就连齐文涛和国师 也猛然抬头看向陈轩 小太监 这一次 看你如何反驳 然而 陈轩却不慌不忙 向那五官投去比的目光 这位大人这么大口气 莫非是军中的将军 还是兵部上说 五官哼了声 本官为兵部杨大人 手下侍郎吴忠 可有资格说这些话 陈轩笑了 原来只是个侍郎啊 吴大人还真是高瞻远瞩 让在下佩服佩服 可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 非我族类 齐心避意 你就这么肯定 齐国和我们是一条心 要我看 齐国不在背后捅刀子 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这个 吴忠也察觉到不妥 咬着牙画风一转 就算不能一捅中原 齐楚两国联合 足以威慑其余五国 保楚国百年无忧 这总不假吧 可他话音落下 陈轩却哈哈大笑起来 可笑 太可笑了 吴大人 我是该说你天真呢 还是该说你愚蠢呢 若强国联合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他帝国早就干了 还能等到现在 中原七大帝国 之所以能七足鼎立 就是因为各自为政 相互牵制 若谁打破了规则 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届时 整个中原大帝 都会陷入战乱 如此后果 你承受得起吗 此言一出 全场 瞬间一片寂静 至于吴忠 张大嘴巴 冷汗直茂 这个后果 他的确未曾考虑到 若真出现这种情况 大楚岂不为已 陈轩哼了声 淡淡白手 人呀 蠢可以 但要听劝 先下去多读两部兵法再说吧 堂堂兵部侍郎 被一个小太监如此形容 无中气的脸红脖子粗 也只能信心退下 眼看接连两名大臣 被这小太监骂得狗血淋头 体无完肤 不少官员面面相去 这个要是再开口 不是找虐吗 约案后 皇帝楚天雄笑意浓郁 对陈轩投来欣赏的目光 这小太监 还真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倒是秦末 一张脸阴沉如墨 目光一扫 看向宴席末尾 一个小官员 感受到秦末的目光 小官员都快哭了 却还是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下官 下官有话要 可话还没说完 就被陈轩白手打断 这位大人是 奶奶的 还没完美了了 老子可不喷无名之北 小官员脸色不好看 性性拱手 下官乃公布 行了行了 你一个公布的 有时间关心关心百姓的耕地良田 造造水车 制制旱灾 这不香吗 至于其他的事 你就别操心了 陈轩毫不客气地打断 来了一手杀鸡儆猴 他算看出来了 这些官员看似是各自发表意见 可背后 却有一双手 在推动着这一切 看来 这大楚朝堂 也不是铁桶一块吗 那小官员神色一苦 只能无奈退下 这下 哪怕秦末再适宜 也无人再敢站出来了 秦末脸色铁青 冷冷看了陈轩一眼 接着朝楚天雄行礼 陛下 这小太监的话 虽然有几分道理 可我楚国 难道要眼睁睁错过 如此良机不成 齐楚联姻 乃是大势所趋 请陛下三思 对此 楚天雄笑容不减 却一言不发 只是看了眼陈轩 陈轩哭笑不得 弄了半天 自己居然成皇帝的工具人了 这算什么事 小王爷未免太武断了吧 再说了 此事 关乎小公主终身大事 是不是该问问当事人的意见 秦末哼了声 大手冷冷一挥 荒谬 身为皇家女儿 早该有此觉悟 哪怕只是平民百姓 只要朝廷需要 谁又会说一个不字 家国大义面前 岂能罔顾而女思情 秦末此话 说的那叫一个满腔热血 大义凌然 让不少老臣 都感觉佩服之志 只有陈轩 心里觉得可笑 表面却玩味地竖起大拇指 说得好 小王爷忠肝义胆 实在是我被楷摸 既如此 陛下 奴才有一个两全其美之法 哦 皇帝低头看来 心里莫名有些期待 你有何想法 快快说来 其他大臣也颇有兴趣的竖起耳朵 连齐文涛和国师也是如此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陈轩看了眼秦末 神色前所未有的认真 既然小王爷为国着想 一心想促成两国联姻 那不如把小王爷嫁到齐国 岂不是两全其美 把小王爷 嫁到齐国 全场 倒吸凉气 寒蝉若惊 所有大臣大眼瞪小眼 惊得胡子都差点掉了 这小太监 岂只是大胆 简直是胆大包天 就连楚天雄 也满头黑线 他怎么也想不到 陈轩所谓的两全其美之法 居然是这样的 闭嘴 你可知小王适合身份 就敢胡言乱语 秦末自认涵养不差 此刻也忍不住骂娘 你不就是郑北王小王爷吗 连公主就能下嫁 你为何嫁不得 陈轩一脸认真 笃定了没有任何问题 这下 别说秦末 就连齐文涛也看不下去了 小太监 你是故意的吧 小王爷一个男人 怎么能嫁给本王子 陈轩无辜的眨眨眼 两个男人又怎么样 为了大楚帝国 我相信 小王爷是不会介意的 此言一出 石破天惊 男人嫁给男人 哦 齐文涛脸红脖子粗 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而秦末脸色阴沉到极点 似乎已经到达爆发的边缘 可陈轩完全没在意 反正他和秦末是敌妃友 也没留口的必要 小王爷 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凭什么要求别人去做 将心比心 你就不觉得羞愧吗 还有你们这些文武大臣 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就行了 该怎么做 陛下自有决断 还轮不到你们多嘴 陈轩话落 整个御花园 鸦雀无声 满朝文武大臣 居然被一个小太监 指着鼻子骂 这场面 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你这小太监 胆子还真不小 楚天雄微微白手 表面训斥 实则心里对陈轩竖起了大拇指 这小太监 头脑灵活 不畏权贵 可看大用啊 随即看向众人 语气威严 连姻仪式 暂且作罢 谁也不许再提 齐国王子 下月初六 朕将为小公主册封 你若真有诚意 便自己来争取吧 吾皇圣鸣 一众大臣连忙行礼乘事 再不敢发出不同的声音 说完 楚天雄又笑着 看向陈轩 小太监 你姓甚名谁 在哪一宫当差 陈轩连忙上前行礼 禀陛下 我名陈轩 在永乐宫当差 陈轩 莫非 就是那日帮助了 卓颖的奇人 皇帝惊了 正是 今日奴才不得已以下犯上 岳祖带袍 请陛下治罪 然而 皇帝不但不怪罪 反而欣赏意味更浓了 陈轩 你今日所做 皆是为国考虑 有功无过 昨日 你朱卓颖完成真的旨意 更是大功一件 陈轩听令 阵风 你为后宫内务副总管 赐银千两 陈轩听了 当场大喜过望 多谢陛下 泽泽 今天这一趟来得太直了 不但抱得美人归 还一不小心 就走上仕途了 哈哈 我要发达了 只是 当皇帝知道他拿到的 只是假的神龙诀 而真的神龙诀 就在他身上 还顺便 给他戴了顶绿帽子的时候 会是什么反应呢 俗话说 有人欢喜 有人愁 秦陌和齐文涛冷漠的目光 同时定格在陈轩身上 杀一惊天 离开玉书房 回司里间的路上 陈轩大摇大摆 哼着小曲 就跟个爆发户似的 昨天拿下苏寒烟 今天升官发财 小日子别提有多舒服了 就这 不比做皇帝香 郎郎个里个里个郎 哎呦喂 谁踹我屁股 郑得意呢 屁股上突然挨了一脚 当场睡了个狗啃时 狼狈起身就要开骂 却见踹他的 是个清新飘逸的妙龄少女 小妹妹 背后偷袭可不好 陈轩一脸不爽 细细一看 忽然眉头一皱 咦 你好面熟啊 我好想在哪见过你 我去 你不是那天永安宫的侍女吗 他想起来了 前日在永安宫后花园 齐嫣身后一直站着一个女人 因为女人长得太漂亮了 所以陈轩多看了两眼 面前的 不就是那个女人吗 难道 陈轩浑身一击灵 使出吃奶的力气 拔腿就跑 那个 你踹我的事 我就不计较了 我还有事 回见 可话刚说完 眼睛忽然一花 那个女人 如鬼魅一般挡在眼前 我去 林波微波 陈轩惊呆了 不等反应 女子伸出一根手指 落在陈轩胸口 陈轩胸口一阵刺痛 苏玛的感觉传遍全身 浑身的力量 似乎瞬间被抽空 脚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完了 全完了 陈轩哭丧着脸 忍了这么多天 皇后终于要动手了 我不甘心啊 那女子哼了声 自始至终 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居高临下 目录不屑 陈轩 皇后娘娘有请 跟我走一趟吧 永安宫 第二次来这里 心境却和之前截然不同 陈轩被扔在地上 狼狈到极点 女子在厢房门口站定 一言不发 可散发出的强横气势 却让她完全断绝了 耍小心思的念头 陈轩 本宫还想让你在天牢里 多反省几天 没想到你 既然出来了 手段不小啊 粉红色的帘幕 让她看不到后面的东西 可齐烟的话语 却听得清清楚楚 隐隐还有水声 水声 娘 娘娘 奴才 奴才只是运气好 辜负了娘娘美意 实在罪该万死啊 陈轩支支吾吾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啊 运气好 昨日柱卓颖 撬开囚犯的嘴 今日又在御书房 舌战群儒 难道都是运气好 陈轩 你当本宫好糊弄不成 奇言话语淡漠 每一句话 都让陈轩心惊胆战 果然 这娘们还真不会 轻易放过自己啊 怎么办 怎么办 陈轩 年龄二十有二 微平男王亲信 陈恒山之子 一月前 因平男王一事被牵连 阉阁成奴 一直在永乐宫伺候 可本宫实在没想到 一个小小太监 居然有如此才华 而且 还联合苏寒烟 那个贱人 算计本宫 好 好得很啊 咬牙切齿的声音 听得陈轩瑟瑟发抖 前身那点夹底 皇后动动手指 就能查到 不过可惜 她是穿越过来的 这一点 就算奇言有三头六臂 也绝对查不到 事到如今 只能拼一把了 娘娘恕罪 奴才做这些 都是迫不得已啊 陈轩跪倒在地 一副凄惨的表情 擦擦眼睛 拼命挤出几滴眼泪 娘娘说得没错 奴才的确是被 平男王那个 浑蛋连累的 虽然做了太监 却能活命 也知足了 可苏寒烟那个女人 也不知道 看上了我哪一点 居然点名道姓 要奴才伺候她 那女人心思歹毒 心狠手辣 每天对奴才非打即骂 百般折磨 哪里做得不好 就会被一顿毒打 还好几天不给吃饭 就连之前 也是她逼着奴才去的 奴才要是敢拒绝 就要被她扒皮抽筋啊 陈轩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得那叫一个凄惨 不知道的 还以为死了爹妈 那天回去之后 奴才本来想把 牵击令还给娘娘 可那女人知道后 差点没把奴才活活打死 奴才在永乐宫跪了一夜 才逃过一劫 请娘娘明察 陈轩把牵击令举过头顶 双手奉上 那表情 那动作 那语气 要多真诚 有多真诚 没办法 为了活命 只能使出苦肉计了 齐烟和苏寒烟是死对头 只要自己帮着齐烟说话 再把苏寒烟往死里踩 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 要是这招也没用 那就没办法了 这么说 本宫还得谢谢你了 齐烟弹幕的语气 让陈轩心里咯噔一下 俗话说 不怕你吵 不怕不闹 就怕你不吵也不闹 这女人说话不嫌不� 到底是怎么想的 奴才不敢 不敢 那之前 又是谁借给你的胆子 这个 这话 陈轩还真没办法见 莲幕后头 齐烟许久没出声 水流清响后 清脆的脚步声 游远极近 很快 皇后威严的面容 出现在眼前 小太监 你还真是牙尖嘴裂 不过 你当本宫 是这么好糊弄的 青鸾 割了他的舌头 这就是欺骗本宫的下场 齐烟冰冷的话音一落 哗啦 门口的女人拔出匕首 只一眨眼的功夫 便抵在了陈轩的嘴边 只要轻轻一动 就能把他变成哑巴 这这 陈轩下的头皮发麻 一动不敢动 怎么回事 难道被他看穿了 不应该啊 不对劲 若是皇后知晓真相 有必要跟我绕圈子 除非 娘娘明鉴 奴才说的都是真话 若有一个字是假的 就让奴才被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陈轩声音淒厉 做出一副委屈十足的表情 眼泪不要钱的往下掉 仿佛受了天大的冤屈 先不说暴露不暴露 这种情况 绝对不能承认 我命由我不由天 至于什么天打五雷轰 唇当放屁 如此说来 还是本宫冤枉你了 齐烟俯视陈轩 直勾勾的眼神 凌厉而霸道 似能看穿陈轩的内心 陈轩后背发凉 却还是咬着牙 和他对视 这种时候 千万不能心虚 要不然 就完犊子了 终于 齐烟轻哼一声 淡淡白首 名叫青鸾的女人 立刻收回匕首 恭敬退下 这千机令 本宫既然输给了你 就要堂堂正正再拿回来 强取豪夺 岂不是让苏寒烟看了笑话 闻言 陈轩终于松了口气 显然 齐烟相信了他的话 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把这个吃了 齐烟表情玩味 扔出一个香囊 里面竟是一枚褐色的药丸 这是 陈轩拿着药丸 一头雾水 可心里不好的感觉越发强烈 想死的话 你可以选择不吃 好八道 陈轩心里愤愤 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咬牙把药丸吞了下去 很好 皇后淡淡点头 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陈轩偷偷看了一眼 顿时眼花缭乱 百媚横生 这女人 还真是霍国殃民的主 再看 本宫挖了你的狗眼 让你连太监也做不成 齐嫣瞪她一眼 接着冷冷一笑 你刚刚吃的 名叫百毒丸 由一百种毒药 混合提炼而成 吃下去后 不会立刻有反应 不过 要是一个月之内 拿不到解药 你的内脏会慢慢腐烂 直到你死 什么 陈轩吓得差点没蹦起来 一张脸看不到血色 连忙用手去扣 可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又怎么吐得出来 这皇后 居然因我 陈轩那个恨啊 果然 这婆娘怎么会这么轻易放过我 齐嫣对陈轩的反应视而不见 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美艳 却冷漠 以你的才华 本宫还真舍不得杀你 只要你乖乖听本宫的话 一个月后 本宫会把解药给你 说到这 忽然咬牙切齿 本宫用了千百种手段 却都无法把眼线安排 静永乐功 从现在开始 本宫要你每天监视 苏寒嫣的一举一动 汇报给本宫 每一个细节 都不能放过 陈轩眼睛瞪大 那叫一个哭笑不得 苏寒嫣 让她来监视皇后 这皇后 又让我去监视苏寒嫣 难道我就这么有当间谍的前置 还有 我要你用尽一切手段 打听一样东西 不出意外 应该就在苏寒嫣哪 什么东西 江南苏家的玉如意 玉如意 陈轩惊了 娘娘 这玉如意 是个什么东西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 昨晚的刺客 正是为了玉如意而来 如今连皇后也寄予 这莫非 又是什么逆天的宝物 这些你无需知道 若你能做到 本宫赏你高官厚禄 加官进绝 这种话 陈轩都听腻了 表面附和了几声 等离开永安宫 陈轩才开始愤愤骂娘 齐燕 你敢赢我 等老子神龙绝大成 第一个就先收拾你 回到司礼间 一个小宫女 已经等候多时 小轩子公公 娘娘有急事 请您立刻入宫 陈轩大喜 苏寒烟这小妞回来了 莫非是想我了 好 我这就去 小宝贝 我来了 咱们日夜修炼 争取早日神功大成 到时候把齐燕拿下 给你端茶送水 陈轩急匆匆来到寝宫 却见苏寒烟脸色阴沉 眉宇间透着着急 陈轩 有一件事 你得立刻出宫去办 刻不容缓 出宫 陈轩萌了 绿如意丢了 必定落入了江南一枝花手中 陈轩眉头一皱 这东西很重要吗 很重要 苏寒烟斩钉截铁 她是苏家的命根子 也是我苏寒烟的命根子 陈轩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作为我苏寒烟的男人 找回绿如意的任务 非你莫属 这样才能证明 你配得上做我的男人 这话听着舒服 那江南一枝花 好像挺厉害的 我能找回来吗 苏寒烟摇摇摇头 你头脑精明灵活 而且 红鹰和红灵会暗中帮你 并不是没有可能 好 为了我们的幸福 我一定把那东西找回来 肯定是好东西啊 要是我能得到 岂不是如虎添翼 正好 去看看之前收的小弟 则则 自由的空气 就是新鲜啊 有苏寒烟给的令牌 陈轩没受到丝毫阻碍 顺利出了皇宫 来到京城地界 看着面前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的街道 两视为人的陈轩 不禁感慨万千 可很快 就一脸便秘模样 出来的太过紧急 苏寒烟好像什么都没交代吧 陈轩人生地不熟 两眼一抹黑 上哪找红鹰去 无语间 忽然心生一计 对了 可以去找我那个小弟啊 他家大业大 应该能帮上忙吧 本以为寻找王家德 需要一些功夫 可出乎意料的是 随便在街上抓一个小贩 居然都知道王家府邸所在 陈轩左手拿着唐人 右手捏着两串唐葫芦 大摇大摆前去 活脱脱像个顽固公子哥 等赶到王家府邸 心里又被震了一把 嘖嘖 怪不得王小二敢这么嚣张 就这府门 只怕也不比喻书房的门小多少吧 陈轩摸了摸门口 雄伟壮丽的石狮子 又擦擦嘴巴 这才上前敲门 一下 两下 没有动静 气得陈轩狠狠踹了一脚 这才看见王小二晃动着满身肥肉 气喘吁吁地跑出来 小二 你这小弟当得不称职啊 这么久才来迎接 谁知 王小二哭丧着脸 看到是陈轩 委屈得都快哭了 大哥 您可算来了 不是小弟不称职 只是 只是我家里出事了 出事了 陈轩愣住 你不是说王家很牛逼吗 能出什么事 王小二肥肉一晃 满脸愤愤不平 还不是因为张浩那个混蛋 上个月 张浩那家伙亲自来到王家 说是镇北王小王爷 急需一大批紫色布料 而且出价极高 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我姐就接下了 一个月来 我王家几十家作坊 拼命生产紫色布料 用了所有紫色海螺 足足制了二十万匹 今日 本该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可张浩那王八蛋 居然说 小王爷不满意布料的颜色要退货 不但不给钱 还要我们双倍赔偿 你说 这叫什么事 要不是我姐拦着 小爷非把那混蛋弄死不可 看他愤愤不平的模样 陈轩摸着下巴 这听着 怎么像杀猪盘似的 小二 不会真是你家的布料颜色不行 被人抓住把柄了吧 不可能 王小二信心十足 我王家可是黄商 论染布 整个大厨 王家说第二 谁敢说第一 尤其这紫色布料 是我王家的拿手绝活 又怎么会出问题 大哥 你得想想办法 帮帮小弟我呀 明白了 这明摆着 是被人给阴了 放心 就算天塌了 也有大哥顶着 走 进去看看 真的 大哥 您快请 王小二大喜 连忙在前面带路 大哥连皇后和贵妃都能搞定 对付一个账号 还不是手到擒来 二人穿过前廊 还没到大堂 就听里面传来嚣张而猥琐的声音 王思贤 别磨磨蹭蹭的 赶紧做决定吧 要么 按照合同 双倍赔我银子 也就二十万两而已 要么 你跟本公子去一个地方 见一个人 放心 只要一晚上就好 嘿嘿 这个选择 应该不难吧 而后 便是一个女子清冷而决绝的声音 张浩 你做梦 我王家的布料有口皆碑 怎么会有问题 分明是你故意刁难 今日 就算闹到陛下那里 我王思贤 也绝不会妥协 干净 利落 简明二样 虽然未见其人 可陈轩已经对王小二的姐姐 高看了几分 只是 王思贤 王小二 这名字起的 这小子 不会是后娘养的吧 哈哈 闹到陛下那 真是笑死我了 张浩不屑一顾 笑得越发阴险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布料 可是小王爷要的 你王家不过区区皇商 你觉得 陛下是会向着你 还是向着小王爷 王思贤 我劝你最好乖乖跟我走 说不定 以后我 还得称呼你一声小王妃 如若不然 我就把今日之事散布出去 你王家偷工减料 以刺冲好的卧琢行当 将人尽皆知 到时候 别说的陪海亮的银子 连皇上的名头 保不保得住 都是两说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王思贤脸色惨白 浑身颤抖 心中充满愤怒和不甘 却偏偏有苦说不出 张浩 王小二忍不住 冲进去就要和张浩拼命 张浩却不慌不忙 不躲不避 想打我 你动一个试试 你连女人也抢不过本少爷 拿什么和我斗 再说了 本少爷可是户部尚书之子 更是小王爷亲信 你敢动我一下 整个王家 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你 王小二眼睛通红 气得丧失了理智 还是王思贤及时阻拦 小二 不要冲动 退下 姐 这家伙欺人太甚 小爷必须弄死他 大不了一命赔一命 王思贤咬着牙 脸色瞬间严肃 我让你退下 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见姐姐发威 王小二瞬间耸了 却依旧不甘地怒视着张浩 恨不得用眼睛把他瞪死 小二 听你姐姐的话 你跟一条狗交什么劲 陈轩走进大堂 语气从容 老神在在 张浩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阴沉 小子 你骂谁是狗 谁搭枪 我就骂谁了 陈轩瘫瘫瘫手 话说回来 就你这样 还小王爷轻信 说是小王爷的狗 都算是抬举你了 说得好 王小二瞬绝解气 朝陈轩竖起大拇指 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昨晚和你提起过的 我前几天认的大哥 王思贤转头看来 好看的眉头下意识皱气 你就是陈轩 正是 笔人陈轩 见过王小姐 陈轩语气拿捏得相当到位 抬头一看王思贤 瞬间待在当场 惊为天人 想想王小二的模样 陈轩对她这位姐姐 可不抱多少幻想 顶多是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可现实却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头发像瀑布倾斜而下 笔质而浓密 却依旧掩盖不住精美的五官 眼睛如明月 鼻子似起玉 嘴巴如樱桃 勾勒出绝美精致的脸蛋 身上墨绿色的简洁长裙 完美地衬出她坚毅决绝的性格 高调的身材 若是配上一双高跟鞋 妥妥的霸道总裁啊 陈轩后悔了 为什么要认小二当小弟 你拿我当大哥 我去缠你姐姐的身子 我都不知道